第501章,一见如故 古语在京都适应了几天之后 就彻底迷失在这一片花团紧促的生活中了 完全把纪北璇这个便宜妈掏在脑后了 京都的冬季其实也很冷 但庄园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温暖得很 古语出门都是专人接送的 黎南瑾和黎西渝就是他的专属司机 他好不容易才接受了这两个长相差不多的人类 要是换了其他人开车,他就不乐意了 常去的古董殿也是开足了暖气 生怕冻着古语了 古语一只鸟在寒冷的京都过得舒坦极了 黎南瑾和黎西渝大概知道一点古语的真实身份 两人都没有深究,把他当成缩小版的妹妹宠着 既然是妹妹委托给他们要好好照顾的人 他们自然不会让古语受一丁点的委屈 古语对谁都没多少好脸色 但对季昭熙却特别贴心 一口一个一叫着 动不动就抱着季昭熙撒娇 相吻一个接一个的,特别的黏糊 他一直都记得季北璇的交代,要哄一一开心呢 有了古语天天这么陪着 季昭熙的心情特别好 身体也好了许多 现在连药都挺了 季北璇估摸着等到不定鸾鸟的祥瑞之气 也在庇护母亲呢 终于在除夕的前一天 风浪剧组杀青了 微博上又是好一番热闹 连着上好几个热搜 风浪是国家级的项目 季北璇不仅当上了女主角 还安安稳稳地把戏拍完了 偶尔透露出去的花絮也表明了 季北璇确实有这个实力和演技 在古子瑜的耐心指导之下 季北璇的口碑一日千里 从以前哗众取宠的综艺咖 变成了如今能扛得起 大制作的实力派演员 季北璇在网友心中的形象 也从能打能杀变成了能唱能演 是一个刻苦努力 又勤奋上进的三好青年 简直是全华国青少年的楷模 季北璇简直是他没观止 古子瑜这些年的好口碑 果然不是白季北璇带坏青少年 立刻就有一大堆正能量的视频 甩到黑子的脸上 沙青宴上季北璇的脸都快笑僵了 这些新闻媒体都不需要回家过年的吗 怎么会来这么多人啊 终于熬到了所有环节结束 季北璇感觉自己累脱了一层皮 他跟风演的戏份最多 但他们俩的拍摄时间 却跟其他主演一样长 可见他们俩有多感了 季北璇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了 其实他在离家庄园待的时间并不长 除了进组之前的那几天 他也就是偶尔才能请家回去看看 最多住一晚上就要走 可他却打心眼里觉得那里就是他的家 就跟狼七山一样 是他无论如何都渴望回去的地方 风演特别想送季北璇回去 但黎南景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黎南景带着古宇 亲自开车过来 接小妹回家过年 至于风演 哪凉快哪待着去 离家好不容易一家团圆了 风演一个外人跑过去 算怎么回事 古宇一见面就扑到了季北璇身上 抱着他就不撒手了 像是生怕他跑了似的 季北璇坐上了二哥的车 冲着窗外的风演挥挥手 白白白白 明年见哦 黎南景见不得妹妹 跟风演两人腻腻歪歪的 不等风演说话 他就一踩油门 载着妹妹扬长而去 除夕当天 远在国外做生意的黎东璇也回来了 黎东璇是黎家的老大 现在管理着黎家在国外的产业 工作特别忙 一年到头都是全国各地到处飞 直到过年 他才算是挤出一点时间回京都 虽然之前已经视频过几次了 但这还是季北璇第一天面对面见到大哥 大哥似乎有点拿他当小孩子哄的架势 已经给他送好几次礼物了 一副首饰就算了 居然还有一堆小女孩喜欢的玩具 搞得他哭笑不得 大哥的意思是 要一口气把这些年的生日礼物 儿童节礼物 新年礼物等等 全都给他补上 实在是没什么新鲜玩意能送了 据说大哥还在全世界买了房买了地 等有空了 就带季北璇出国旅游 季北璇照单全收了 他其实很能理解家人的心情 那种视而复得的惊喜 让他们换得换失 恨不得一股脑 把这些年的亏欠全都补上 不管他们送的是昂贵的首饰 还是哄小女孩的漂亮娃娃 季北璇都会笑着收下来 妥善放好 反正他的房子足够大足够多 放在多东西都放得下 季北璇接过了 李东春递过来的见面礼 大哥真的是太客气了 居然又给他带了礼物 大哥长得很像父亲 浓眉大眼的 一看就是个成熟稳重的人 反正肯定比二哥靠谱多了 李南景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 他哪里不靠谱了 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好不好 李赫松踢了老二一脚 笑骂道 还顶梁柱 家里的生意你管过吗 从小到大就没个正行 一天到晚就会到处拈花惹草 冬游西逛 李南景夸张地惨叫了一声 大声道 我没有 谁又跟你们嚼舌根了 是不是古清院那个小妮子 老子对他这么好 他还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真没良心 李西渔在旁边默默补了一刀 人家压根就不喜欢你 你先追上了再说吧 李南景的肩膀垮了下来 他看似跟小元打得火热 但小元就是不肯松口 所以他至今还是个单身狗 凭什么疯眼就能那么容易追到他妹妹 他李南景差在哪了 想追个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李东春懒得搭理这个火宝二弟 他的目光落在了纪北璇身上 特别自然地伸手摸了摸小妹的脑袋 明明只是第一次见面 但这个动作 他仿佛已经做了无数次了 特别的熟悉 纪北璇仰头看着大哥 温热的体温从头顶传来 他用力地眨眨眼睛 不知道为何 忽然有一种想落泪的冲动 纪北璇努力压下了眼底的失忆 喊了一声大哥 李东春笑了起来 温柔的眸子里散落着点点星光 纪北璇一阵恍惚 他好像抓住什么了 却又一闪而过 可能是血脉相连的缘故 所以才会一见如故吧 第502章 再提婚约 李家庄园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一家人围坐在圆形的餐桌上 共同庆祝23年以来的第一个团圆年 每年的除夕 万家灯火团圆夜 李家永远都是少一个人 今年终于聚齐了 看着孩子们都好好的坐在这里 兄妹和睦 欢声笑语 纪昭熙觉得 这辈子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纪昭熙伸手招呼谷宇过来 谷宇却摇摇头 硬是要赖在李东春身上 谷宇虽然已经在人类社会生活了一段时间了 但他对于人来还是很警惕的 秦瑶光和谷子瑜也是花了十足的耐心 才让谷宇肯吃他们给的小零食 偶尔跟他们在一起玩耍 谷宇跟小元亲近 是因为交换了彼此的秘密 跟纪昭熙的亲近 则是纪北璇一手促成的 看谷宇对锦鱼两兄弟的态度 触了这么久 也就是把他们当成司机的状态 就知道他这只鸟有多难搞了 可谷宇一见到李东春 就兴奋地扑了过去 李东春坐在那里没动 他就爬呀爬呀 爬到了李东春的脑袋上 还好奇地救了救李东春的头发 后来他就坐在李东春的肩膀上 不肯下来了 还揪着人家的耳朵 一副把李东春当马骑的驾驶 得意极了 纪北璇一个劲地跟大哥道歉 想把谷宇从大哥头上 拉下话的时候 其实挺有气势的 他不像黎南瑾那样咄咄逼人 但任谁见了都知道 这个人不好惹 可他的脾气居然特别好 被谷宇揉来捏去他 也不生气 反而顶着谷宇 在屋里跑了一圈 谷宇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显然很喜欢这个游戏 等到吃饭的时候 谷宇依旧赖在黎东春头上 不肯下来 纪北璇和纪昭熙轮番哄都没用 黎东春伸手把谷宇抱在怀里 就让他坐在自己身上 还给他盛一碗甜汤 他明明没有孩子 却感觉自己 好像做过同样的事情 也是这样一个 不到他大腿高的小丸子 还瘦瘦小小的 被他一点点养大 纪北璇瞪了谷宇一眼 他发现 自己现在是越来越管不住 这个小祖宗了 都是被这一大家子给宠的 谷宇冲着纪北璇吐了吐舌头 他才不怕呢 他就是喜欢这个新来的人类 这个人类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骑在这个人类头上到处玩 好像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到底为什么很开心呢 他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人这么告诉他的 一顿饭吃得鸡飞狗跳 杂杂呼呼的 直到夜深了 一家人才散场 谷宇终于不赖在大哥身上了 乖乖跟着纪北璇回去睡觉了 睡觉这种事情 肯定是要抱着妈妈睡才香 他终于不用跟那大坏蛋抢妈妈了 现在妈妈就是他一个人的 大年初一 天还是蒙蒙亮 封衍就跑过来拜年了 纪北璇还没睡醒 就被母亲从床上拉了起来 让他出去待客 封家和离家原本就是世交 虽然离家这些年都在国外 但两家的关系一直没有落下 逢年过节也是经常走动的 今年离家举家搬回了国内 封家自然是要过来拜年的 但拜年归拜年 来得这么早 肯定是封衍的主意 纪北璇一直在瞪封衍 鬼知道他这些日子有多缺觉 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 就这么被封衍给搅和了 封衍就坐在纪北璇对面 一直冲着他笑 笑得纪北璇甚得慌 果然封衍一大早跑过来 不仅仅是为了拜年 他拉着封静元带过来 还带上了封家的古话 就是为了把已经解除的婚约 重新续上 纪昭熙自然是舍不得的 要是这婚约没解除也就算了 既然都已经解除了 他可不想这么快把女儿嫁出去 李赫松跟老婆是一样的想法 他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好不容易找回来了 谈恋爱他管不了 结婚的话 那还早着呢 李南瑾当场就跳起来了 要不是封家长辈在场 他都恨不得指着封衍的鼻子骂了 封衍这个狗东西 果然没安好心 李东辰警告得 看了一眼沉不住气的二弟 让他坐下 自己则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 冲着封衍笑道 婚姻大事 岂能儿戏 你和我妹妹都还年轻 还是慢慢来吧 封衍没怎么跟李东辰打过交道 但他看得出来 纪北璇好像挺喜欢他这个大哥的 也是奇了怪了 两人昨天才刚见面吧 怎么就已经这么熟了 李南瑾天天在小璇身边蹦打 小璇对他都没有这么亲密 封衍有了一丝危机感 这个李东辰 肯定比李南瑾这个动不动 就炸毛的沙子麻烦多了 封衍摆出了谈判的架势 只是订婚而已 我知道离家设步的小璇 晚几年再结婚也是可以的 李东辰微微一笑 既然不急着结婚 那何必急着订婚呢 还是说封衍弟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觉得我妹妹会喜欢上其他人 如果封衍弟对这段感情 这么没有信心的话 那就更加不用订婚了 到时候解除婚约 岂不是又是一件麻烦事 咱们离家也是有头有脸的 可经不起你这样三番四次的折腾 封衍碰了个软钉子 像什么了 他现在就是非常后悔 特别后悔 早知道当初就不解除婚约了 封衍给旁边的封禁原始眼色 让他帮忙说说话 封禁原无辜的一摊手 他已经尽力了 总不能为了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破坏了他跟黎赫松多年的交情吧 黎赫松现在把小玄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他哪里还敢继续劝啊 他就知道今天不会成功的 但封衍不死心 非要来试试 卓军琴不愿意陪封衍过来丢这个脸 他就不要脸的来了 难得看到儿子吃瘪 他还觉得挺好玩的 封衍孤立无援 只能把求助的目光转向了纪北玄 纪北正忙着拉住抱走的谷语 谷语一听说 封衍居然上门求婚了 气得要跟封衍同归于尽 要不是纪北玄拦着 现在这栋楼应该已经被烧成一滩灰烬了 纪北玄身心俱疲 美好气得给了封衍一个天大的白眼 我觉得大哥说得对 咱们顺其自然不好吗 非得搞这么多幺蛾子 第503章 离家晚宴 封衍软磨硬泡的大半天 还是没能把自家的传家宝送出去 最后只能杀鱼而归 带着古话回去了 转眼就到了大年初三 离家举行了盛大的晚宴 算是正是在京都的圈子内亮的巷 表示他们离家重回京都了 更重要的是 离家苦苦寻找了22年的小女儿 也会出现在宴会上 这场宴会就是离家为女儿的回归准备的 20多年之前 离家就已经是京都排的上号的大家族了 生意遍布整个华国 全世界都要他们的产业 后来离家女儿在安国丢失了 这些年 离家一直都在国外寻找女儿 国内的生意就落下了不少 现在离家回来了 不少人都想打探一下情况 要是能跟离家的小女儿联姻 那就是搭上一艘大船 可惜晚宴的规模并不大 只是请了一些相熟的亲朋好友 封家自然是全家都到齐了 上官家来的是上官宴 见到纪北璇之后 惊讶的嘴都合不拢 纪北璇不仅有本事 还有家事 封言果然是老狐狸 他是早就谋划好了的 穆小夕也来了 是作为德龙的女伴出席的 德龙现在已经接手了 傲气集团在华国的生意 也算是个成功商人了 乌成想了又想 实在是不好意思 见纪北璇的亲生父母 毕竟他可是明目张胆的 跟人家强女儿 他跟离家其实一直都有商业往来 于是就托德龙带了礼物 自己并没有来华国 林江带着朱玉珍来了 林家在京都也是很有名望的家族 林江自己是主攻高薪技术产业的 现在已经打算接手家里的生意了 朱玉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跟林江已经订婚了 自从上次林江为了他跟宋家对上了之后 他心里就已经认定了这个人 古家来的是古清院和古清俊两兄妹 小元早就知道 纪北璇是黎家女儿了 他是被黎南瑾这个混蛋拉过来帮忙的 黎南瑾真的烦死了 连个宴会都办不好 纯死他算了 古清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 凡事想躲在卓军山身后的小徒弟了 秦耀光也是规模小 其实是因为很多想来的 根本拿不到请柬 来的人还是挺多的 还有好多是纪北璇不认识的 不过都是跟黎家交往甚密的家族 都是靠谱的人 不会到处乱传消息 纪北璇去二楼的房间里换衣服了 他已经不知道 自己今天换了几套衣服了 风眼 父母 三个哥哥 还有远在X国的乌成都 给他送礼服和首饰 他也不好后子薄笔 所以就只能勤换了 黎赫松和纪昭熙在门口迎客 差不多到了宴会开始的时候了 一个金发碧眼的M国人 姗姗来迟 笑眯眯地冲着黎赫松伸出了手 用别角的华国语道 恭喜恭喜 尤克斯是离家在M国的 多年的合作伙伴 而且他对华国很有兴趣 借着参加宴会的机会 早早地就来华国游玩了 尤克斯身后跟着一个 低眉顺目的女人 她一直低着头 像是怕被人看到似的 齐昭熙盯着那个女人看了一会儿 很快就认出来了 那就是基安妮 今天这样大喜的日子 她并不是很想见到基安妮 基安妮抬起头 自己去了M国之后 就勤工俭学 现在每门功课都是优 等她毕业了 她一定好好找一份工作 孝顺父母 也孝顺姑妈和姑父 基安妮哭得可怜 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基昭熙没有接话 不管基安妮过得好还是不好 都已经跟她没关系了 黎赫松冷冷地盯着基安妮 直接下烛课令了 你还是走吧 闹起来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她对基安妮一家 已经是人至义尽了 只是把给出去的财产收了回来 那些已经被变卖的古董 也只是让他们写了个欠条 并没有赶尽杀绝 所以基安妮还是能上学的 只是日子艰苦了一些 她并不相信基安妮已经改好了 只不过是装可怜想 再从离家捞点钱罢了 黎赫松本来以为 尤克斯带来的女伴 是她在M国的女朋友 没想到居然是基安妮 基安妮拉着尤克斯的衣角 怯生生地看着她 眼中写满了哀求 尤克斯本来就是个浪子 有美女头怀送抱 她当然不会拒绝 而且这个基安妮背后 似乎还挺有资源的 给了她一些实在的好处 她最近对基安妮挣上头 所以就答应 带她一起过来敷验了 尤克斯揽住了基安妮的肩膀 冲着黎赫松道 我也不知道安妮犯了什么错 但她是真的该好了 我们在孝庆上一见 那个一见什么来的 基安妮低着头 红着脸小声道 一见情终 然后我们就相爱了 尤克斯笑道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说起来安妮还是我的学妹呢 咱们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基安妮在孝庆上 可禁勾搭她 都快撩出火花来了 孝庆一结束 两人就滚了床单 别看基安妮 现在一副清纯无辜的模样 在床上可浪了 她很喜欢 她本来以为基安妮 是个穷困的华国留学生 勾搭她是为了钱 而她也不介意花点小钱 睡一下漂亮学妹 但基安妮不要她的钱 坚称她们出真爱 甚至还帮她牵线 做成了两笔生意 基安妮对她提过的 唯一一个要求 就是带她参加离家的晚宴 她自然不能让美女失望 尤克斯坚持要带 自己的女伴进去 离赫松也不能 连尤克斯一起赶走 他们合作了这么多年 彼此之间知根知底 不可能翻脸的 她不能不给尤克斯这个面子 只好让他们俩进去了 基安妮终于不哭了 红着一双眼睛道 谢谢姑姑 谢谢姑父 我以后 离赫松冷冷地打断了她的话 你只是尤克斯带来的女伴而已 跟离家没有任何关系 听懂了吗 第504章 大嫂苏仪 宾客到齐之后 晚宴正式开始 大厅内功筹交错 好不热闹 一束灯光打到了舞台上 纪北璇穿着长裙 从二楼缓缓地降了下来 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原来这就是离家苦寻了 二十几年的女儿 还真是漂亮 许多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离家小女儿 从小就流落在外 肯定没见过什么世面 只要舍得砸钱 对她多加关心 肯定能捕获她的芳心 以离家对幼女的重视程度 何愁以后 离家不扶持自己 有人觉得 舞台上音音浅笑的女人 看起来有些眼熟 正在苦思冥想 在哪里见过 忽然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叫出了声 那不是玄姐吗 是纪北璇啊 天哪 我不是在做梦吧 几个年轻女孩 凑到一起 叽叽扎的议论起来 她们都是纪北璇的粉丝 绝对不会认错的 纪北璇自然是听到了 这些议论 她冲着那群女孩挥挥手 笑眯眯地问她们 想不想要签名 几个女孩一蹦三尺高 激动的脸都红了 全都凑了过去 嚷嚷了要签名要合影 本来她们是不想过来 参加这种无聊的宴会的 早知道能遇到纪北璇 她们就多带几个姐妹一起了 几个年轻的男人 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准备过 让开 几个男人立刻就让出了一条路 眼睁睁地看着风眼走上舞台 她们忽然想起来了 风眼一直跟纪北璇打得火热 绯闻都传了大半年了 在她们看来 风眼只不过是配合宣传 玩玩而已 既然纪北璇是离家的女儿 那肯定就不是玩玩了 这是强强联合呀 风眼肯定早就知道了 纪北璇的身份 所以才放任绯闻满天飞的 以风眼的实力 她们想竞争过风眼 几乎是不可能的 舞台上传来了尖叫声 几个年轻的女孩 正在拼命欢呼 她们磕的CP果然是真的 纪北璇冲着她们嘘了一声 调皮的眨眨眼睛 心里知道就好 别在外面乱说 几个女孩用力地点点头 她们明白的 不会在网上瞎说话的 风眼高调地拉着纪北璇的手 丝毫不在乎 李南锦仿佛要杀人一样的目光 她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 小璇名话有主了 少打那些有的没的主意 风眼说完了几句祝贺的场面话 就拉着纪北璇走下了舞台 她本来想带着小璇 去跟母亲聊几句 再带她认识一下自己的朋友 但黎东璇却横插一脚 过来把纪北璇叫走了 纪北璇就跟一条小尾巴似的 乐呵呵地跟着大哥走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 风眼看着两人上楼的背影 越看越不爽 这个黎东璇看似温尔雅 其实才是最难缠的那一个 明明她跟小璇认识的时间更长 可小璇对黎东璇 却有一种别样的依赖 连她都被比下去了 游冰见嗖嗖地凑过来 拍了拍风眼的肩膀 笑道 眼哥 你自求多福吧哈哈哈哈 几个随友没见着纪北璇 你一言我一语的也与起了风眼 难得看到风眼吃瘪 简直是人生一大乐事 纪安尼站在角落里 低着头 耳边时不时传来几个年轻女孩的尖叫声 就跟疯了似的 他们一直在谈论什么玉灵仙子 双鱼CP 还有什么电视剧里的晴朗CP 当然被提到的最多的 还是旋风CP 言谈之间 全都是对纪北璇的夸赞之词 纪安尼简直极度到发狂 他一点都不比纪北璇差 只不过是出身不好 没有沾到离家亿万家产的光 他的父母一辈子碌碌无为 连京都的一套房都买不起 凭什么纪北璇就什么都有 房子车子 衣服首饰 古董自画 什么好东西都是纪北璇的 而他呢 他在离家福地坐小这么多年 费尽心思捧着纪朝夕这个病秧子 最后却被扫地出门 什么都没有得到 他只能跟尤克斯这种花心大萝卜 搅和在一起 而纪北璇却能轻而易举地跟风加联姻 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他不甘心 他一定要把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 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 错过了这次 他再想进离家庄园可就难了 纪安尼决定先从离东铲下手 他端起了一杯酒 走向了刚从二楼下来的离东铲 宴会厅的二楼 纪北璇在小元的帮助下 终于换上了一身轻便的裙子 刚才那套礼服真的太繁琐了 再搭配上首饰 实在是太累人了 他本来不想穿的 但这是母亲的一片心意 而且离家上下一致认为 他就该这样高调亮相才行 换好衣服之后 纪北璇就去了隔壁房间 大哥把他叫上来 是想让他帮大嫂调理一下身体 大嫂苏仪也是京都人 家里只有他一个独女 所以大哥以往都会陪着苏家父母过年 苏家父母洒脱得很 每年过年都会找不同的地方嗨皮 今年是因为他来了 所以大哥才会离家庄园吃年夜饭的 苏仪这些年都跟着大哥满世界跑 帮他开疆拓土 替他打理生意 是他最贴心的左膀右臂 正是因为这些年的辛劳 所以大嫂的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 纪北璇看了大嫂吃的药方 只要好好休息 慢慢调养 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嗯 他给大嫂说了一下注意事项 准备给大嫂搞一点药育和安神香 睡得好了 精神自然就好了 见到纪北璇之前 苏仪还有些担心 生怕她跟季安妮一样 又把离家搅得家宅不宁 黎东琛显然是看出了她的顾虑 所以才打着给她调理身体的旗号 把纪北璇喊过来 跟她聊聊天 现在苏仪总算是放心了 纪北璇真的是个很好的妹妹 也是个很好的女儿 很体谅离家人的心情 总是笑呵呵的哄家人开心 就连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嫂 纪北璇也是尽心尽力地帮忙 特别的贴心 两人手拉手从二楼下去 刚一下楼 苏仪就看到 基安妮死皮赖脸地拦在了黎东琛面前 说要给她敬酒 苏仪气不打一处来 这个狐狸精居然还敢出现在她面前 第505章 真是会气 黎东琛许久不回京都了 但她从小在京都长大 朋友还是很多的 所以她身边围了很多人 基安妮一过来 就把她给堵住了 基安妮把酒杯端到了黎东琛面前 举得胳膊都酸了 黎东琛依旧没什么表示 甚至压根就没有看她 身边的朋友都了解黎东琛的性格 她从小就比别人成熟稳重 像是多活了几百年似的 特别会照顾别人的心情 绝对不会当面给人难堪 这也是她家境优渥 却能结交各行各业朋友的原因 黎东琛不搭理一个人 说明已经是很厌恶了 基安妮不死心 她一直相信黎东琛对自己是有情意的 不然不会这么多年避走国外 都不肯回来见她 基安妮把酒杯往前送了送 声音里已经带上哭腔 大哥 你生事还在怪我 但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 咱们不能重新开始吗 苏仪已经冲了过来 一把挥开了基安妮的手 骂道 你能要点脸吗 什么重新开始 东琛已经结婚了 当小三很好玩吗 酒杯里的液体晃荡了一下 泼洒出去了一大半 基安妮慌乱地把酒杯收回来 盯着酒杯里的液体看了一会儿 确定自己放进去的东西 没有被洒出什么呢 我只是把东琛当哥哥 他是我大哥呀 我喊了他这么多年的大哥 你让我怎么割舍得下 这些年你不让他回家 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过面了 好不容易见到了 我还不能敬我大哥一杯酒吗 基安妮的声音又大又尖锐 立刻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两女争议男的戏码 吃瓜群众最爱看了 苏仪的胸口上下起伏着 这个贱人 就喜欢打着哥哥妹妹的旗号 往东琛身边凑 想到自己以前还真把基安妮当妹妹疼 苏仪就觉得自己一颗真心喂了狗 疼得很 李东琛揽住了苏仪的腰 在他耳边轻声道 别生气 小璇不是刚交代过 你要保持心情愉悦 动怒伤身 咱们走吧 去那边看看 两人相拥着离开 基安妮恨得牙痒痒 明明他是可以嫁给大哥的 都怪苏仪横插一脚 基安妮冲着尤克斯实眼色 只要尤克斯帮了他这一次 以后他还会给尤克斯牵线搭桥 让他再做成几笔大生意 尤克斯以为 基昭西真的是基安妮的亲姑姑 华国的亲戚关系太复杂了 他也搞不太清楚 亲人之间哪有隔夜仇嘛 安妮是诚心来道歉的 李东琛未免也太小气了一点 尤克斯拦住了李东琛 用一口别角的华国语劝道 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人家女孩子都不计较了 男子和大丈夫也大度一点嘛 基安妮也追了过 我真的不知道那杯酒里有药啊 我不是故意的 女人的名声那么重要 我怎么可能用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我也是受害者呀 李东琛终于看了一眼基安妮 冷冷地说 闭嘴 他 很少发火 待人永远如沐春风 所以动怒的时候 显得格外的恐怖 基安妮一时间被吓住了 不敢再说话了 周围的议论声也停了 连尤克斯都闭嘴了 他是挺喜欢基安妮的 但为了一个女人 把李东琛得罪狠了 就不划算了 李东琛是真的不想 见到基安妮 他躲基安妮就跟躲温神似的 更别说喝他敬得酒了 曾经李东琛也是把基安妮 当成妹妹一样宠的 只要母亲能开心 他就当自己多了个表妹 但他没想到 基安妮居然存了 要嫁给他的心思 那天是锦鱼两兄弟的生日宴 基安妮嚷嚷着要参加了 李家就出钱出力 把他从华国接到了暗国 李东琛一高兴 就跟朋友多喝了几杯 明明还没到喝醉的量 可他却有些晕了 等他醒过 自己被强奸了 不想活了 李东琛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脑袋嗡个一声就炸了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压根就不记得 自己对基安妮做了什么 宴会很快就散了 你大家子人聚在一起 讨论这是该怎么办 基安妮一副受惊的样子 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 要是大哥不负责 那他就去死 李东琛从小就镇定 但是关自己 他也是猛的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最后还是李南琛脑子清楚 掉了当天的监控 又问了在场的服务员 发现大哥就是 喝了一杯酒之后 脚步就有些飘了 那杯酒就是基安妮递过去的 后来大哥又跟朋友 喝了几杯酒 头晕目眩的 基安妮就自告奋勇地 扶大哥去休息 这才有了后面的事情 李南琛提出 要给基安妮做身体检查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被强奸 基安妮死活不同意 说这是对他的二次伤害 基安妮说 自己也是被吓傻了 什么都不知道 那杯酒也是别人递给他的 说不定就是想害他 只不过被他递给了大哥 他好心扶大哥回去休息 大哥却抓着他不放 两人躺在一张床上 睡了一晚上 他一个女孩子清白都没了 以后可怎么办 当天的现场人太多太乱了 也找不到基安妮下药的证据 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瓜田里下的事情 谁也说不清楚 基安妮还把这件事 捅到了苏仪面前 当时李东琛和苏仪都还年轻 感情顺风顺水 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苏仪觉得自己被绿了 李东琛也觉得很委屈 两人大吵了一架 差一点就分手了 幸好最后两人还是走到一起了 也顺利的结婚了 这件事发生之后 基安妮还是喜欢往离家跑 只要离家人回华国 她必定都在 李东琛实在是不太想见到她 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不回去 后来基安妮的真面目暴露了 母亲对基安妮彻底失望了 亲妹妹也找回来了 她才回家过年的 谁知道又遇到了基安妮 真是悔气 第506章 笨死你算了 李东琛正要喊保安过来 把基安妮赶出去 基安妮忽然扑通一声跪下来 哭诉道 大哥真的要让我跪下 才肯原谅我吗 我喊了你这么多年大哥 你就对我没有一丁点的情意吗 李东琛还没话 苏姨直接把基安妮端着的酒杯给砸了 怒道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什么 你给东琛下药 还诬陷他 李家把事情压下来了 你居然还有脸在提这件事 我还真是长见识了 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李家都把你赶出去了 你还死皮了脸的混进来 我告诉你 我苏姨就是小心眼 就是小气 错了就错了 东琛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她是我老公 你多看她一眼 我都嫌你恶心 酒杯四分五裂 玻璃碎片溅到了基安妮的膝盖上 划开了一道细细的口子 基安妮脸色一变 勉强装出来的柔弱可怜 已经快要绷不住了 苏姨这个贱人 抢了她李家大少奶奶的位置 还敢这样侮辱她 等事成之后 她一定要让苏姨生不如死 基安妮跪在地上捡玻璃的碎片 其实是在寻找落到地上的菌种 这可是稀罕玩意儿 赤纹只给了她一个 还教了她控制菌种的办法 菌种经过了多次的变异 已经研究出了一个全新的品种 从外表上看 是一种无色透明的小虫子 进入人体之后 可以直接控制脑部神经 外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 黎东琛现在掌握着 李家大部分的生意 只要控制住了黎东琛 到时候 李家的一切都是她的 她还能让黎东琛离婚娶她 到时候她就成了 李家的大少奶奶 一辈子都是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吉安尼的手指 被碎玻璃划开了一道口子 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她这副可怜的样子 让尤克斯有点不忍心了 尤克斯把吉安尼 从地上扶了起来 吉安尼知道 自己不可能把菌种下 给黎东撑了 有苏伊这个母老虎在 大哥肯定不会和她 递过去的东西的 吉安尼不甘心地 跟着尤克斯离开了 临走前还恋恋不舍地 看了大哥一眼 苏伊挡在黎东撑前面 狠狠地弯了吉安尼一眼 顺带冲着周围一圈 看热闹的随友吼道 看什么 没见过骂小三吗 真是少见多怪 热闹看完了 众人也散了 这两夫妻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 发起火来 一个比一个可怕 惹不起惹不起 黎东撑伸手去拉老婆的手 却被苏伊给甩开了 苏伊恶狠狠地瞪着黎东撑 怒道 黎东撑 笨死你算了 活该你当初被人陷害 你闭嘴 你要是敢说我粗鲁 我现在就跟你离婚 黎东撑笑了 温柔的目光让人沉溺 苏伊被晃了一下眼 一双手就被黎东撑握住了 怎么会呢 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 你怎样都好 我都喜欢 老夫老妻的 苏伊却不由地红了脸 任由黎东撑 拉着自己上二楼换衣服去了 刚刚那一闹 他身上也沾上酒水 怪难受的 纪北璇猝不及防 吃了满口的狗粮 冲着自家大哥 挤眉弄眼了一番 然后就去找封眼了 纪北璇拉着封眼就走 封眼那群狐朋狗友 发出了暧昧的笑声 纪北璇脸皮厚 毫不在意 他觉得那个纪安妮肯定有问题 不然为什么一直逼着大哥 喝那杯酒 可想不明白 纪安妮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是要实名之投毒 那不是一抓一个准吗 纪安妮应该不至于蠢成这样 封眼拍了拍小璇的肩膀 笑道 你要是不放心 我就一直盯着他 直到他离开为止 纪北璇分析道 我二哥三哥不会理他的 不管他要做什么 一定会去找我妈 对了 我妈呢 他在哪 纪潮汐正在外面的草坪上 招呼客人 彩色的灯光 把这里装点得格外华丽 女人们正带着小孩 在游乐场上玩耍 纪北璇刚到大厅门口 就听到了外面 传来一声尖叫 接着是小孩惊恐的哭声 纪北璇一颗心 都提到嗓子眼了 他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来 大声道 妈 你在哪 你没事吧 草坪上燃起了大火 火势的正中央 一个人影正在拼命挣扎着 时不时发出凄厉的叫声 纪潮汐抱着谷宇 招呼客人们往后退 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他的脸色有些发白 却还算镇定 因为那把火就是谷宇放的 他相信谷宇是不会害他的 风眼疏散了 惶恐不安的客人和孩子们 把他们带到了旁边的休息室里 谷宇见到纪北璇 一脸得意冲着他喊道 姐姐姐姐 这个坏人想给依下毒 已经被我烧干净了 纪北璇第一时间 想到了赤纹的军种 找到一块去了 不知道杰安尼用什么办法 他身上的火焰居然熄灭了 但军种已经被烧没了 杰安尼忽然笑了起来 清秀的面容变得扭曲起来 嘴角脸得大大的 像是要吃人似的 纪北璇 都是你逼我的 你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要抢走属于我的一切 我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你们一起陪葬 杰安尼又哭又笑的 看起杰安尼又惹出事来了 就从大厅里跑了出来 杰安尼是他带过来了 他得把这个女人带走 早知道这女人是个惹是惊 他就不该答应带她进离家 尤克斯听到了杰安尼狠毒的咒骂声 仿佛离家不是他的亲戚 而是他的仇人似的 尤克斯冲过去 拉住了杰安尼的胳膊 怒道 别闹了 跟我回去 杰安尼忽然露出了一个 诡异至极的笑 他直接掐住了尤克斯的脖子 把他挡在了身前 尤克斯一个大男人 足足比他高出一个头 居正脱不开 他感觉身后的人 不是他娇柔的女朋友 而是索命的恶鬼 犯着死亡和不祥的气息 事到如今 杰安尼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挟持着尤克斯 威胁道 给我车 再准备一千万的现金 如果你们敢搞什么小动作 我就杀了他 第507章 山海集团也该破产了 尤克斯开始还能喊几句救命 后来就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 完全是被杰安尼拖着走 一路退到了庄园门口 为了不激怒杰安尼 离家真的准备了一辆车 和大量的现金 到了庄园门口 还想再劝劝杰安尼 孩子 你停手吧 别再继续错下去了 杰安尼双目赤红 压根就听不进去 他体内已经被埋了军司 不管他愿不愿意 他已经跟赤文绑定在一起了 赤文恨纪北璇 他也恨 所以赤文在M国找到他的时候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只要能拿回离家的家产 他就能不惜一切代价 就算是跟魔鬼做交易 也无所谓 他才不管赤文的目的是什么 想到华国干什么 他通通不在乎 风眼朝着暗处打了个手势 在杰安尼上车的前一秒钟 一颗子弹从远处射了过来 正中了杰安尼的心脏 杰安尼的身体僵硬了一下 趁着这个机会 风眼冲了过去 把尤克斯救了下来 杰安尼像是癫痫了似的 抽出了几秒钟 眼睛睁得特别大 露出了大片的眼白 看起来很像恐怖片里的恶鬼 他的容貌没有改变 但声音却变了掉 不急不缓地 透着一股诡异的温柔 杰安尼恨透了纪北旋 他觉得自己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全都是纪北旋害的 在军司控制了他的身体之后 他第一时间扑向了纪北旋 风眼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砰砰砰几声枪响过后 杰安尼的四肢同时中弹 即使是由军司控制的身体 依旧是需要修复时间的 而且子弹是特制的 可以延缓伤口处军司的蔓延 杰安尼扑倒在地上 四肢抽搐着 像是青蛙似的扑痛了几下 一时居然爬不起来了 风眼当机立断 不知道从哪搞不定 能问出一些狼奇内部的消息来 所以风眼才耐着性子 跟他纠缠了这么久 而不是一开始就出手杀了他 魏涛带着人跑了过来 冲着风眼摇摇头 他并没有发现赤纹的行踪 生物研究院 其实离黎家庄园不远 两个地方都是在京郊 只不过隔着山 轻易是过不来的 不过直升机一飞 他们来的就挺快的了 甚至比找警察还快 更何况警察来了 也没他们这个准头啊 风眼拍了拍魏涛的肩膀 辛苦了 先把人带到研究院去 让你们顾院长好好研究一下 这次的军司 居然能抵抗蓝鸟的火焰 肯定是已经升级过了 杰安尼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 至于赤纹 肯定是不会以身犯险的 他只是把杰安尼当成一颗棋子 成功了 那他就能控制整个李家 说不定还能杀了纪北璇 要是失败了 他也没什么损失 附近找不到赤纹 说明他并不是单纯 以军司控制杰安尼的 而是跟上次的替身一样 是用精神力远程控制的 杰安尼体内的军司 正在疯狂生长 缓慢地修复着他的伤口 他还活着 还有意识 他跟这些军司一起 共同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他以为自己获得了 超出人类极限的力量 其实这些军司 都是由赤纹控制的 他只是赤纹的一具傀儡罢了 风眼凝聚了心神 死死地盯着杰安尼的眼睛 他想尝试解除 杰安尼体内的精神控制 哇的一声 杰安尼吐出了好大一口血 他的血管在一瞬间全部炸开 脑部冲血 心脏更是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血飙了出来 见了风眼一脸 赤纹知道 自己肯定敌不过风眼 他主动退出了杰安尼的身体 但在离开之前 他干脆利索地毁了这具躯体 他是绝对不会让这具傀儡 泄露组织的任何消息的 离家的晚宴匆匆散了 宾客们都留在会客厅里 对门口的事情一无所知 等清理完了现场 血迹被冲刷干净了 离鹤松和季昭熙 才满怀歉意地送走了客人 离家对外的解释是 杰安尼基于离家的家产 跟抢劫犯勾结 还带着毅然一爆的物品混了进来 一不小心就着火了烧到了自己 离家已经报警了 警察会处理好一切 等事情解决了 离家会再次举办晚宴 向亲朋好友们致歉 还希望诸位能对今天的事情保密 参加宴会的 都是跟离家关系亲密的家族 大家彼此之间利益相连 自然不会出去乱说 而且疯眼和离家明显都要联姻了 这种时候 不会有人敢跟离家对着干 杰安尼的尸体被送到了研究院 警察也找到了杰安尼的父母 杰安尼的父母听说女儿死了 哭着喊着要去离家闹事 说要让离家血债血偿 等警察解释清楚了事情的始末 当然隐瞒了一些不能说的部分 杰安尼的父母才沉默了下来 他们是贪财 但做过的最大胆的事情 就是偷了点不起眼的古董出去卖 杀人放火 绑架威胁 还勾结国外的势力 这种事情他们想都不敢想 他们只知道 女儿傍上了国外的土豪 他们在国内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压根就不知道 杰安尼到底干了什么 老两口像是在一夕之间 苍老了十岁 他们唯一的女儿死了 这辈子都没什么指望了 警察没收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顺藤摸瓜 倒是查出了一些东西 原来狼旗在国内 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产业 狼旗的首领是在安国发家的 在安国肯定有很多公司 所以计 安尼才能给了尤克斯几单生意 让尤克斯更加信任他 愿意带他去离家庄园 华国境内也有狼旗的产业 不过并不是由狼旗首领直接控制的 表面上看 这些公司跟狼旗一点关系都没有 实际上公司老板却是被狼旗操控的 其中最大的公司就是山海集团 产业遍布旅游 医药 外贸等各个行业 现在已经开始往京都发展了 风眼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冷笑了一声 天凉了 山海集团也该破产了 天籁为你提供最快的参加综艺 预售大佬火遍全网更新 第507章 山海集团也该破产了免费阅读 HTTPS冒号斜杠斜杠 尤克斯开始还能喊几句救命 后来就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 完全是被基安尼拖着走 一路退到了庄园门口 为了不激怒基安尼 黎家真的准备了一辆车和大量的现金 基昭西也跟到了庄园门口 还想再劝劝基安尼 孩子 你停手吧 别再继续错下去了 基安尼双目赤红 压根就听不进去 他体内已经被埋了军司 不管他愿不愿意 他已经跟赤文绑定在一起了 赤文恨纪北玄 他也恨 所以赤文在M国找到他的时候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只要能拿回黎家的家产 他就能不惜一切代价 就算是跟魔鬼做交易 也无所谓 他才不管赤文的目的是什么 想到华国干什么 他通通不在乎 封眼朝着暗处打了个手势 在基安尼上车的前一秒钟 一颗子弹从远处射了过来 正中了基安尼的心脏 基安尼的身体僵硬了一下 趁着这个机会 封眼冲了过去 把尤克斯救了下来 基安尼像是癫痫了似的 抽出了几秒钟 眼睛睁得特别大 露出了大片的眼白 看起来很像恐怖片里的恶鬼 他的容貌没有改变 但声音却变了掉 不急不缓地 透着一股诡异的温柔 基安尼恨透了纪北旋 他觉得自己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全都是纪北旋害的 在军司控制了他的身体之后 他第一时间扑向了纪北旋 封眼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砰砰砰几声枪响过后 基安尼的四肢同时中弹 即使是由军司控制的身体 依旧是需要修复时间的 而且子弹是特制的 可以延缓伤口处军司的蔓延 基安尼扑倒在地上 四肢抽搐着 像是青蛙似的扑倒了几下 一时居然爬不起来了 封眼当机立断 不知道从哪搞不定能问出一些 狼旗内部的消息来 所以封眼才耐着性子 跟他纠缠了这么久 而不是一开始就出手杀了他 魏涛带着人跑了过来 冲着封眼摇摇头 他并没有发现赤纹的行踪 生物研究院 其实离离家庄园不远 两个地方都是在京郊 只不过隔着山 轻易是过不来的 不过直升机一飞 他们来的就挺快的了 甚至比找警察还快 更何况警察来了 也没他们这个准头啊 封眼拍了拍魏涛的肩膀 辛苦了 先把人带到研究院去 让你们雇院长好好研究一下 这次的军司 居然能抵抗蓝鸟的火焰 肯定是已经升级过了 杰安尼就是一个 很好的研究样本 至于赤纹 肯定是不会以身犯险的 他只是把杰安尼 当成一颗棋子 成功了 那他就能控制整个离家 说不定还能杀了纪北璇 要是失败了 他也没什么损失 附近找不到赤纹 说明他并不是单纯 以军司控制杰安尼的 而是跟上次的替身一样 是用精神力远程控制的 杰安尼体内的军司 正在疯狂生长 缓慢地修复着他的伤口 他还活着 还有意识 他跟这些军司一起 共同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他以为自己获得了 超出人类极限的力量 其实这些军司 都是由赤纹控制的 他只是赤纹的 一具傀儡罢了 风眼凝聚了心神 死死地盯着杰安尼的眼睛 他想尝试解除 杰安尼体内的精神控制 哇的一声 杰安尼吐出了好大一口血 他的血管在一瞬间 全部炸开 脑部冲血 心脏更是炸出了 一个巨大的口子 血飙了出来 见了风眼一脸 赤纹知道 自己肯定敌不过风眼 他主动退出了 杰安尼的身体 但在离开之前 他干脆利索地 毁了这具躯体 他是绝对不会让 这具傀儡泄露 组织的任何消息的 离家的晚宴匆匆散了 宾客们都留在会客厅里 对门口的事情一无所知 等清理完了现场 血迹被冲刷干净了 离赫松和姬朝夕 才满怀歉意地送走了客人 离家对外的解释是 杰安尼基于离家的家产 跟抢劫犯勾结 还带着毅然一爆的物品混了进来 一不小心就着火了 烧到了自己 离家已经报警了 警察会处理好一切 等事情解决了 离家会再次举办晚宴 向亲朋好友们致歉 还希望诸位能对今天的事情保密 参加宴会的 都是跟离家关系亲密的家族 大家彼此之间利益相连 自然不会出去乱说 而且封眼和离家明显都要联姻了 这种时候 不会有人敢跟离家对着干 杰安尼的尸体被送到了研究院 警察也找到了杰安尼的父母 杰安尼的父母听说女儿死了 哭着喊着要去离家闹事 说要让离家血债血偿 等警察解释清楚了事情的始末 当然隐瞒了一些不能说的部分 杰安尼的父母 第507章 山海集团也在破产了 才沉默了下来 他们是贪财 但做过的最大胆的事情 就是偷了点不起眼的古董出去卖 杀人放火 绑架威胁 还勾结国外的势力 这种事情他们想都不敢想 他们只知道 女儿傍上了国外的土豪 他们在国内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压根就不知道 杰安尼到底干了什么 老两口像是在一夕之间 苍老了十岁 他们唯一的女儿死了 这辈子都没什么指望了 警察没收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顺藤摸瓜 倒是查出了一些东西 原来狼奇在国内 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产业 狼奇这个首领是在M国发家的 在M国肯定有很多公司 所以杰安尼才能给了尤克斯几单生意 让尤克斯更加信任他 愿意带他去离家庄园 华国境内也有狼奇这个产业 不过并不是由狼奇首领直接控制的 表面上看 这些公司跟狼奇一点关系都没有 实际上公司老板却是被狼奇操控的 其中最大的公司就是山海集团 产业遍布旅游 医药 外贸等各个行业 现在已经开始往京都发展了 封眼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冷笑了一声 天凉了 山海集团也该破产了 第508章 他不过是一个踢身罢了 封眼出手之后 李东春紧随其后 管他什么狗屁组织 感动他妹妹 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 离家也不会放过他了 上官业敏锐地察觉到了 两大家族在清洗一波未知的势力 也跟着掺和了一脚 反正跟着封眼那个老狐狸走 肯定是不会错的 德龙是傲齐集团 华国总部的负责人 自然不会放过 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甚至连乌成都飞到了华国 坐镇京都 决定要把狼旗的势力连根拔起 狼旗在华国的产业 基本上都被吞噬殆尽了 山海集团直接破产 老板本来想偷渡到外国 再逃之夭夭的 却被早就守在边境上的警察 抓了个正正 除了一些税务上的问题 山海集团的老板 倒是没什么杀人放火的恶性犯罪 他只是狼旗留在华国的一枚棋子 赚的钱大部分也都是上交给了狼旗 他对狼旗知之甚少 只知道首领姓霍 是个阴狠狡诈之人 山海集团的老板没多久 就死在了看守所里 他心脏里的微型炸弹被取出来了 但他体内还有奇毒 一时半会真的解不了 或起这些日子忙得焦头烂额 他在华国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 他本想把财产转移一些出来 但风眼出手太狠了 他什么都没捞到 还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他只能放弃了华国的一切 灰溜溜地跑回了外国 这里是他的大本营 他还没有输 总有一天 他会攻入华国 把这一片沃土 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里的所有人 都将臣服在他的脚下 就像万年之前 他征服那些凡人一样 那些懦弱的卑贱之人 就该被他掌握 只有他 才配享受这锦绣山河 或起回到了自己的宫殿里 这里的一切 都是按照他的意志建造的 每个仆人都完全臣服于他 他命人把赤文带过来 来的是赤文的本体 在霍奇面前 他这些小把戏是不管用的 霍奇一眼就能看出他的真假 赤文憔悴了许多 戚戚爱爱地站在门口 百转千回地喊了一声师父 这个称呼让霍奇有些动聋 毕竟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孩子 即使犯了再大的错 他还是舍不得杀他 霍奇招招手让赤文过来 赤文解开了身上的旗袍 毫无瑕疵的身体露了出来 每一寸肌肤都仿佛白的发光 雄伟的大殿内 响起了娇喘声 赤文的脸上染上了情欲 两颊飞红 媚眼如丝 周围的仆人摒弃宁神 恨不得当自己不存在 身上的火气泄了一些 霍奇心里的怒气也少了几分 甚至还恋爱了摸了摸赤文光滑的背脊 赤文在霍奇怀里站立着 他就知道 师父还是喜欢自己的 胆子就大了几分 他赤身裸体地盘踞在霍奇身上 搂住了他的脖子 撒娇式地问道 师父 那个纪北璇到底是什么来头 您是不是喜欢他呀 霍奇忽然掐住了赤文的脖子 把他提了起来 赤文的两只脚在空中踢着 却撼动不了霍奇一分一毫 当他以为自己就要被掐死的时候 霍奇终于松了手 把他甩到了地上 霍奇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冷冷地说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下次再擅自行动 我就杀了你 他自以为对赤文已经够宽容了 赤文犯了这么大的错 找了个不顶用的棋子 害得他在华国多年的金银化为泡影 他也只是把他关了几天 没有处罚 他确实是挺想杀了纪北璇的 但只有他才能决定纪北璇的生死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染指纪北璇的 万年以前 是他在山脚下捡到了纪北璇 他看纪北璇天资聪颖 本来是想收他为徒的 可纪北璇不喜欢他 反而看上了他的师兄 长老们也偏心师兄 做主让师兄收了纪北璇做关门弟子 他不服 他样样都比师兄强 凭什么宗主之位是师兄的 有天赋的徒弟也是师兄的 刚到狼奇宗的纪北璇 就像一只受惊的小猫 特别黏着师兄 还有师兄还两个小徒弟 霍企就摆出了一副慈爱的样子 带着纪北璇到处玩 买各种小玩意哄他开心 纪北璇果然很喜欢他 但当他问纪北璇 要不要给他当徒弟的时候 纪北璇总是摇头 他就知道靠什么狗屁仁慈 是得不到尊重的 唯有力量 才能让他得到想要的一切 师父总说他心术不正 夸师兄仁慈 仁慈有什么用 仁慈只会害死师兄 他不过是略施小技 师兄果然就入套了 师兄不是天天满口仁义道德吗 他不信师兄能见死不救 果然师兄回宗门的时候 就已经不行了 他期待着师兄 能将宗主之位传给自己 谁知道宗主之位 居然落到了纪北璇头上 他也不想对纪北璇出手啊 毕竟他还是很喜欢 那个小丫头的 一切都是天意 世间的规则就是成王败寇 他输了 不仅输了宗主之位 还输了性命 他愿赌服输 苍天给了他再来一次的机会 这一事 他一定会赢的 赤文趴在地上 哭得梨花带雨 他可以容忍师父睡不瞳的女人 但他不能容忍师父心里 还装着别的女人 纪北璇果然是不同 师父口口声声要杀他 其实心里特别在意他 他已经查到了 师父当初想收养的人 其实是纪北璇 而他只不过是一个替身罢了 女人在面对情爱的时候 总是容易失了神志 赤文也不例外 他居然带着胆子 质问起了霍奇 那我呢 我到底算什么 师父 我在你心里 难道就一文不值吗 我赔了你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的情意 难道还比不过一个外人吗 霍奇冷漠的脸上 没有一丝表情 他随手一挥 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大殿内的柱子拦腰解断 站在大殿中 伺候的仆人也被拦腰解断 死不瞑目地散落在地上 赤文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 他想求饶 但恐惧让他发不出一丁点声音 霍奇只是瞥了他一眼 那一眼让赤文如坠冰哭 你以为你是谁 你拿什么跟他比 今日之事 到此为止 以后不要再提了 赤文确实跟纪北璇没法比 纪北璇要是愿意帮他 他早就成功了 何必折服到现在 第509章 新电影 霍奇说完之后 就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守在门口的仆人 大气都不敢喘 沉默着进来收拾地上的尸体 赤文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 笑着笑着就笑出了眼泪 他把霍奇当成是唯一的信仰 是霍奇救了他 给了他身份和地位 还给了他强大的能力 霍奇就是他生命里的全部 他以为自己是不一样的 原来在师父心里 自己不过是个随时可杀的替身而已 跟他制作出来的那些傀儡 没什么两样 他赤文这辈子 真的就是一个笑话 实在是太可笑了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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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的那场风波过后 黎家又举办了盛大的晚宴 这次的晚宴人数更多 规模更大 不过这次纪北璇就没有出席晚宴了 各怀心思的人 拼了命地想打听黎家小女儿的情况 都是无功而返 纪北璇乐得清闲 一直在家里过完了元宵 才慢悠悠地出门干活 现在星园娱乐都是他说了算 他就把欧阳琪迁进了公司里 以后欧阳琪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发专辑了 再也没有人会对他的创作指手画脚了 纪北璇抽空拍摄了上官集团那边的广告 又挑挑拣拣地拍了几个代言 齐亚集团还邀请他参加了几次发布会 他现在是贵精不贵多 除了必要的活动 他决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 上官宴果然是个奇女子 他真的说 动故庸明为研究院出品的抗老产品代言了 而且还拿到了长期合作的合同 以后研究院出品的护肤品 都由上官宴独家代理 封言打算投资一部电影 跟纪北璇合拍 他已经计划好了 这部电影肯定能把纪北璇捧到影后的位置上 纪北璇将会站在娱乐圈的顶端 那些流言蜚语 再也不能撼动他的地位 还没等封言跟纪北璇商量这个事情 李东琛就已经先下手为强了 李东琛找到了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知名导演 还找了业内最厉害的编剧 甚至连拍摄团队都请好了 准备为妹妹量身打造一部电影 大哥已经把钱都花出去了 纪北璇想拒绝都来不及了 只能接受了大哥的好意 三月份的时候 纪北璇就拿到了剧本的初稿 这是一部带着奇幻和悬疑色彩的电影 据说编剧已经打磨了很多年 终于遇到了合适的团队和演员 才决定提前拿出来拍 乍一看 这部电影仿佛是一个圆满的爱情片 期望是一个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的中年男人 但他心里一直装着年轻时候的初恋 初恋的脸总是在他的梦中出现 永远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 像是山谷里绽放的幽兰百合 美得不似凡人 直到某一天 一个女人意外闯进了她的生活 认定了期望就是她的老公 不管期望怎么解释 她就是不肯离开 女人和期望的初恋女友一模一样 还知道两人相处的所有细节 唯一不同的时候 初恋女友死在了一场意外里 而这个女人却说两人已经结婚了 经过了一系列的试探和分析之后 期望终于确定 女人来自于令 外一个平行时空 在那个世界了 初恋没有死 两人结婚了 白月光就在眼前 而且还是记忆里年轻漂亮的模样 期望不可能不动心 她跟老婆提出了离婚 分出了大部分的财产 在经过一些列的拉锯之后 老婆孙兰终于同意离婚了 也愿意抚养他们的孩子 孙兰哭着说特别爱她 特别舍不得她 但如果这是她的选择 那她愿意放她自由 一切看似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期望得偿所愿 初恋也在这个世界里找到了归宿 两人甜蜜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但在看似圆满的爱情童话之后 暗潮汹涌 一切又是另外一副模样 根本就没有什么平行时空 女主童潮潮是期望初恋的妹妹 小时候家境贫寒 姐姐才被送人了 但两姐妹其实一直偷偷保持联系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让外人知道 童潮潮察觉到 姐姐的死跟期望有关 所以才设了这个局 她就是要报复期望 让她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得到应有的惩罚 她本来就跟姐姐长得很像 为了不让期望看出破绽 她甚至去整了容 学习姐姐的一举一动 把自己完全地当成了姐姐 童潮潮先是拆散了期望的家庭 又摧毁了她的事业 看着她一步步陷入疯狂和绝望 最后逼她说出了姐姐的下落 姐姐根本就不是失踪 姐姐就是被期望害死的 尸体就埋在雨林深处 任由蛇虫属一啃食 而期望压根就不是外表看上其那么深情 在她梦境的后半段 初恋的脸都会变得猙獰可怖 深处沾满了泥土的双手 向她索命 初次见到童潮潮的时候 期望害怕极了 甚至动了再杀她一次的念头 但童潮潮那双无辜的眸子 让她一点点放下戒心 她开始相信 这是上天给她的一次机会 让她弥补曾经的遗憾 只要娶了这个女人 她就算是进到了当初的诺言 梦里的初恋 是不是就会放过她了 两人各怀鬼胎的结了婚 童潮潮毕竟是个弱女子 差一点就真的死在了期望手里 可谓是步步惊险 影片最后的结局 还有一个反转 期望的老婆孙岚 其实压根就没有表面上那么柔弱无助 只会哭着求期望回心转意 孙岚早就知道了 期望在外面乱来 不知道已经出轨多少次了 她已经开始谋划着要离婚了 正好童潮潮出现了 她才不管童潮潮有什么目的 她要利用这次机会 拿回本该属于她的财产 她一边抓着期望不放 半柔弱妆可怜博得了许多同情 分走了一大笔财产 一边又暗中帮了童潮潮一把 让期望更加相信 童潮潮就是她的初恋 纪北璇一口气看完了所有的剧本 特别的喜欢 谷子瑜也很喜欢这个剧本 她看中的是里面的女二号孙岚 孙岚看似柔弱 其实特别坚韧 她一点点拿回了被期望控制的家产 带着孩子远走高飞 她恨期望的欺骗和背叛 但她没有被仇恨所淹没 到了最后 女主童潮潮已经彻底陷入了癫狂之中 恨不得跟期望同归于尽 还是孙岚把她从绝望的深渊中拉了出来 谷子瑜紧随其后也禁足了 等风眼忙完军部的事情回来 才得知纪北璇的新电影马上就要开拍了 而她完全没排除在外 反而是黎东春这个外行 占了个制片人的名头 第510章 大宗雄不见了 风眼又被黎东春摆了一道 但她丝毫不慌 她堂堂封影帝 娱乐圈的顶流 火遍了全球 难道还能进不去一个小小的剧组 风眼七弯八绕地拿到了剧本 她发现 这电影戏份最重的是两个女演员 属于是双女主的戏 其望这个角色 其实戏份并不多 压根就排不上号 最初的剧本肯定不是这样的 黎东春肯定是要求编剧改过剧本了 加重了孙岚的戏份 才导致了这部戏里 唯一出彩的男性角色 反而成了个跑龙套的配角 剧组投资充裕 总导演带着完整的制作团队 压根就插不进去其他人了 风眼轻笑一声 黎东春以为这样就能让她放弃了 不就是演个渣男 演个配角吗 她风眼堂堂影帝 有什么是不能演的 第二天 风影帝为爱将咖位 参演初恋的消息 就冲上热搜 原定演期望的是一个名气不大的男演员 风眼给他出了违约金 还许诺给了他几个角色 那个男演员就开开心心地毁约了 不演了 能搭上风影帝的沿海娱乐 他以后在娱乐圈肯定会步步高升的 不在于这么一个角色 风眼进组的时候 是一个艳阳天 他开心地揽着纪北璇的肩膀 跟他对着剧本里秀恩爱的台词 黎东春看得牙疼 他还真是小看这个风眼了 热搜一出来 全网一片狂欢 CP粉就像是过年了似的 到处宣传 整个娱乐圈 压根就没有人敢跟风眼抢这个角色 也就是说 除了风眼 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演期望了 就算热搜最开始是假的 是风眼先斩后奏 现在热搜也变成真的了 黎东春也没在剧组待几天 他本来就不是专门投资影视行业的人 这次是为了妹妹才入行的 以后也不会再投资其他电影了 而且他很忙 全世界到处飞 不像风眼 本来就是演员 能一直待在剧组里 黎东春感觉自己投了这么多钱 最后好像还是便宜风眼了 这部戏拍下来 两人至少得相处好几个月 剧本改了好几次之后 终于订稿了 这部电影讲究的是一个精雕戏拙 没有拍摄风浪的时候那么赶 纪北璇和风眼 享受了四个多月的悠闲时光 剧组去了好几个地方取景 他们俩就全国各地到处玩 日子过得舒坦极了 最后一个取景点是在御龙雨林 这里是齐望初恋的买骨之地 齐望带着初恋过来旅游 在这里残忍地杀害了他 然后拿着伪造的遗嘱 继承了初恋所有的家产 初恋是被领养的 养父在他十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养母后来忧思成吉 也跟着去了 很少有人知道 养父母给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他只告诉了最亲密的齐望 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齐望不想过什么安稳日子 他想拿着这笔钱出去闯一闯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齐望心里的贪欲在疯涨 他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的摆布 只要有了钱 他就可以得到一切 所以他设计杀害了初恋 带着钱离开了那个小镇 但他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很快就赔得血本无归 还欠了不少钱 后自己忘不了初恋 这么多年都是孤身一人 孙岚果然被他打动了 一来二去 两人就在一起了 靠着孙家的扶持 他很快就在大城市里站稳了脚跟 成了人人羡慕的大老板 现在这一切全都被同萧萧给毁了 一切仿佛回到了起点 他们又回到了这片雨林 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将在这里了结 玉龙雨林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 已经被开发的外围景区人来人往 特别热闹 剧组联系了玉龙香的旅游管理局 进入了雨林深处 这里人烟稀少 正适合用来拍戏 大雨哗啦啦地落下来 纪北璇脸上掺杂着痛苦和不可思议 真的是你 果然是你 就是为了区区十万 就是为了这么一点钱 你就杀了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十万元在如今的齐望眼里 不过是给外面那些女人买一个包的钱 但在当年贫瘠的小镇里 却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封眼手里拿着一根铁棍 铁棍上秀气斑斑 大雨都冲刷不掉上面的血腥味 她就是用这根棍子 用力的 凶狠的 发泄的 一下接一下的 敲碎了那个女人的脑袋 不管佟潇潇是恶鬼复活 还是穿越重生 不管她是人是鬼 是妖是魔 知道了她的秘密 就必须死 她能杀了一个 就可以杀第二个 第三个 都是这些人逼她的 她只是想出人头地 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 她又有什么错 如果当初 那个蠢女人愿意把钱交给她 她就不会痛下杀手了 如果佟潇潇愿意跟她好好过日子 她也可以不管不问 就当她是初恋复活好了 她是那么爱她 可她们呢 一个个全都背叛了她 背叛了她们的爱情 齐望拎着棍子 一步步靠近佟潇潇 童潇潇跌坐在地上 身上满是淤泥 她伸手去摸手机 但手机早就被齐望砸在地上 已经被雨淋透了 童潇潇惶恐不安地往后退 齐望的脸上是说不出的疯狂和邪气 你不是很爱你的姐姐吗 那就留在这里陪她吧 砰的一声巨响 铁棍砸在了童潇潇头上 温热的血涌了出来 齐望还想再砸第二下 第三下 但秀实的铁棍已经不堪负重 直接断了 童潇潇趴在地上 不知道是死是活 但她手里却牢牢地抓住一块碎玻璃 只等齐望靠近的时候 狠辣地扎入了她的眼眶之中 童潇潇地拼命地跑 拼命地跑 她不能死 她还要给姐姐报仇 她要让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得到应有的惩罚 卡 总导演拍了拍手 大声道 很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明天继续拍 小元立刻给纪北璇送上来的毛巾和姜汤 纪北璇捏着鼻子灌了下去 真的是太难喝了 风炎打发走了小元 用毛巾轻轻擦拭着纪北璇湿漉漉的头发 纪北璇的手机响了 是国外的号码 好像还是X国的 不用想都知道是乌成在找他了 他已经拉黑了乌成好几个电话 但乌成还是欺而不舍地给他打电话 似乎还是没有放弃 让他去X国继承家产 这个无聊的想法 纪北璇直接挂了 很快 风炎的手机就响了起 大棕熊不见了 找遍了整个山头都没找到 第511章 小诗书 纪北璇离开X国之后 大棕熊依旧留在了乌成庄园后面的大山上 乌成对这个大块头特别好 经常给他送食物和玩具 前两天 大棕熊忽然就不见了 送过去的食物也没有吃 乌成还以为大棕熊只是出去玩了 找了两天都没找到 他才觉得有些不对劲 纪北璇接过了风炎的手机 那花花和闪闪呢 他们在哪 乌成惊讶到 他们早就回华国了 没去找你吗 纪北璇心里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花花和闪闪都是 他在御龙雨林里认识的动物 既然回了华国 没理由不来找他的 雨林里本来是个大晴天 刚刚的降雨 其实是人工模拟出来的 可此刻的天色却暗了下来 黑云一片片压下来 给人一种很不安的感觉 剧组已经收拾好了道具 总导演过来 喊他们两人一起离开 纪北璇随便扯了个理由 让大部队先走 不用等他了 他决定亲自去雨林深处找一找 说不定花花和闪闪 只是先去见了自己的族群 风眼自然是要跟着纪北璇一起的 两人先去了大猩猩的巢穴 闪闪搭建的漂亮的树屋 被收拾得很干净 但显然很久都没有大猩猩居住了 花花是住在山洞里的 纪北璇找遍了花豹族群的山洞 依旧一无所获 纪北璇早就把灵气探查出去了 现在他探查的范围已经很广了 可还是感应不到任何熟悉的气息 别说有灵气的动物 这片雨林里的灵气似乎都消失了 风眼忽然脸色一变 他感应到了露露的气息 露露是一只白色的麋鹿 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只不害怕风眼的动物 露露的灵气很高 已经是一只真正的灵鹿了 他并没有跟风眼节气 但两人似乎天然之间就存在联系 很容易就能感应到彼此的位置 风眼带着纪北璇一路狂奔 两人的身影在雨林里飙出了残影 终于在夜幕降临之间 两人赶到了沼泽边上 黑夜彻底吞噬了最后一丝阳光 月亮躲到了云层之后 天空黑得像是墨汁一样 偶尔有紫色的闪电划过夜空 照亮了纪北璇幽暗不明的侧脸 轰隆一声巨响 一头巨大的龙呼啸着冲上了天空 跟一团黑影站在了一起 大黑已经生出了双翼 进化成了硬龙 他终于修炼成了一条真正的龙 从蛟龙进化成硬龙 他居然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如果不是遇到了纪北璇 得到了他许多的惊喜 他也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才能画龙 天籁 大黑本来是想去找纪北璇玩耍的 但他感应到了花花和闪闪的气息 还有铺天盖地的邪气蔓延开来 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就要出事了 这里似乎被一层结界笼罩了 与外界隔绝开来 大黑从那个邪屋口中就下了花花和闪闪 然后不管不顾朝着他扑了过去 鹿鹿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他的战斗力其实不强 主打的就是一个控场和精神控制 大黑搅弄风云 把结界破开了一道口 自 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消息传了出去 主人果然来救他了 他就知道主人心里是有他的 鹿鹿欢快地叫了两声 在风眼身上轻易地蹭了蹭 花花 闪闪和大棕熊 还有一群不知名的动物 全都朝着纪北旋扑了过来 它们居然全都是灵兽 如果是在九州大陆 灵兽都是成群结队的 没什么稀奇的 但这个世界灵气稀薄 居然能聚集这么多灵兽 那肯定是人为的了 花花闪闪和大棕熊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灵兽 纪北旋快速地跟他们结了气 以后他们遇到什么危险 纪北旋也能第一时间感应到了 花花和闪闪倒是没受伤 大棕熊块头最大 为了保护花花闪闪受了点轻伤 不过问题不大 其他灵兽伤的就比较严重了 灵气也快被抽空了 一群灵兽围着纪北旋 鸡里呱啦地说了一通 纪北旋被吵的头都大了 他让闪闪好好说 其他灵兽闭嘴 闪闪智商高 而且他是大猩猩 身体构造上更接近人类 所以很容易就能习得人类的语言 纪北旋跟风演义合计 很快就拼凑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狼旗首领性霍 再加上他会制造邪兽 还能导固出那些诡异的军司 他应该就是霍旗 纪北旋对霍旗的感情很复杂 如果当初霍旗只是抢了他的宗主之位 没有造下那么多的罪孽 他其实并不想杀小师叔的 他的师父轩元峰是个不苟言笑的健修 听名字就知道是个硬脾气 压根就不会照顾小孩 大师兄倒是个脾气温和的人 而且很舍得下面子 甚至愿意给他当马旗 可大师兄忙啊 忙着练气 忙着帮师父管理宗门 能陪他的时间太有限了 二师姐就不用说了 她是个有名的混世大魔女 也不知道是哄纪北旋玩 还是玩纪北旋 每次跟二师姐出门 纪北旋都是心惊胆战 身上总是会添几道伤 倒也不是二师姐不喜欢小师妹 只是二师姐就是这脾气 后来纪北旋非要游历九州 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候 被二师姐带歪了吧 只有小师叔获起 脾气好性格好 总是耐着性子哄他 给他买各种好吃的好玩的 而且还有大把的时间陪他玩 纪北旋任薛元峰当师父 是因为救了他的先人说过 让他败入郎其宗的宗主名下 小时候他其实更喜欢 和蔼可亲的小师叔 因为师父总是板着一张脸 让他不太敢亲近 纪北旋是孤儿 他很羡慕别人都有爹娘 他时常在想 如果小师叔是他的爹爹 那该有多好啊 后来一切都变了 物是人非 小师叔好像一夕之间 变成另外一个人 纪北旋亲手杀了他 把他的尸骨埋在了深渊之下 就像是一同埋葬了 自己懵懂快乐的幼年时光 他本以为前程过往已如烟 众活一世 居然还能再遇上 或起不愧 是搅得九州大陆 不得安宁的天煞魔星 这辈子他依旧初心不改 想制作出更厉害 更是血的怪物 甚至还妄想吞下整个华国 他收罗了这一批灵兽 就是想加快携兽的成型 只不过被忽然冒出来的 大黑搅了局 这些灵兽也逃了出来 第512章 昆鹏 枫岩已经通知了军部 最先赶到雨林里的 自然是御龙军区的人 他们跟旅游管理局的 工作人员一起 正在疏散雨林内的游客 初恋的剧组 也接到了旅游局的通知 说是因为天气原因 御龙雨林风景区暂时关闭了 为了安全起见 所有人都要离开 总导演不知道雨林里发生了什么 整个雨林都已经戒严了 但纪北璇和风眼还在里面 电话也打不通 他只能把消息告诉了 投资人黎东琛 让他帮忙想想办法 黎东琛直接乘坐私人飞机 赶到了御龙雨林 遇到了同样从京都赶过 可能下暴雨了 就算是下刀子 黎东琛都会冲进去的 黎东琛这人看似温和 其实心里自有一股执拗 一点也不好糊弄 幸好黎东琛只是个普通人 要是劝不住的话 一针安眠药下去 睡过去了就安静了 风静元给旁边的军人 使了个眼色 正准备动手 黎东琛却忽然捂住了脑袋 他感觉自己的头像是 炸开了一样的疼 好多记忆忽然涌了出来 快把他的头给挤爆了 他像是过了一辈子那么长 实际上前后不到几秒钟 他就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了 风静元现在也顾不上黎东琛了 只能派人把他送到医院去 好好看着他 别让他乱来 御龙雨林深处 邪兽已经快成形了 他的翅膀展开之后 遮天蔽日 几乎把整个沼泽笼罩在了下面 大黑身上已经挂了彩 但这团邪兽也没讨到什么好处 被大黑从云层上逼了下中的昆蓬 北冥有鱼 齐鸣为昆 化儿为鸟 齐鸣为鹏 昆蓬也是上古神兽 如果被邪气所侵袭 制作出来的邪兽也是很强大的 邪兽还未成形 昆蓬尚未完全被邪气所控制 他在沼泽里痛苦地挣扎着 大黑从天空中一跃而下 冲入了沼泽地里 这里可是他的地盘 什么时候轮得到别的东西来撒野了 他这就去把这个邪物撕成碎片 齐北也加入了战局 手里一道灵气打了出去 隐隐白光像是一只利剑飞了出去 照亮了一大片的沼泽地 经过顾雍明的研究 他已经能使用一些功法了 只是威力远远比不上在九州大陆的时候 这是由这个世界本身决定的 天地间灵气就这么点 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利剑刺入了昆蓬受伤的翅膀 把他钉在了沼泽地里 大黑扑了过去 昆蓬的翅膀被撕扯了下来 风眼跳入了沼泽地里 他行走在上面 仿佛如履平地 速度还特别快 眨眼之间已经站到了昆蓬的脑袋上 昆蓬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 他怎么挣扎都摆脱不了头顶上 这个小小的人类 而那条黑龙一直弃而不舍地跟着他 时不时就从他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风眼轰出了一掌 犹如皮肤汗术 昆蓬硕大的脑袋偏了一下 巨大的疼痛让他变得更加暴躁了 风眼很确定 这个地方就是这头怪物的弱点 一击不成 他的脸色丝毫未变 对准了同样的地方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一下下地砸了下去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天边已经出现鱼堵白了 昆蓬的身体忽然剧烈地抽搐起来 他的身体由浓墨的黑色变成了浅灰 最后慢慢地消散在沼泽地里 一只金色的鱼趴在沼泽地里 鱼鳍格外地长 正在笨拙地滑动着淤泥 他的身体仿佛包裹着一层透明的保护膜 散发着银银金光 淤泥压根就沾染不到他分毫 金色的鱼缓缓地游到了纪北璇身边 冲着他摆了摆尾巴 纪北璇摸遍了全身也没找到能吃的东西 只能把他从沼泽地里抱了起来 安抚道 饿了吧 等出去了就跟你找鱼食 你先忍忍 小小的昆蓬不满地挣扎了一下 最后在纪北璇的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沉沉地睡了过去 大黑把自己的身体缩小了许多 也落到了纪北璇面前 他盯着纪北璇怀里的金色小鱼 口水带着快滴出来了 这小鱼可是他的战利品 灵气浓郁 散发着食物的芳香 只要吃了这个战利品 他这一站消耗的灵气全都能补回来 说不定修为还能更 上一层楼 纪北璇警告地看了大黑一眼 你要是敢把它吃了 我就把你炖成舌汤 大黑委屈巴巴地绕着纪北璇转了两圈 确定纪北璇是真的要护着这条小金鱼 他也就只能放弃了 他总不能连纪北璇一块吃了吧 他是一条知恩图报的好龙 不会干恩将仇报的事情 小坤鹏趴在纪北璇怀里睡得特别香 虽然外形是鱼 但他其实是尚未完全成熟的神兽 不管是在水里还是在陆地上 他都是可以生活的 九州大陆的最北边就是北明 坤鹏是北明之地的王 那地方凶险异常 秀一滴地修饰进去了 他想活着出来 纪北璇立志游历九州 自然想去见识一下北明到底有多可怕 他帮着坤鹏收拾了几只不安分的凶兽 后来一人一坤鹏就成了至交好友 那场大战中 北明之地的许多凶兽都投入了霍启的麾下 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只想杀了痛快 坤鹏却站在了修真界这边 和十大宗们一起将那些凶兽抓回了北明之地 从此以后避上了北明结界 远离了那毁天灭地的浩劫 纪北璇不知道 坤鹏是怎么压得住那些凶兽的 但北明之地的凶兽再也没有现世过 不然那场大战最后的结果只会更加惨烈 说不定连胜负都会改写 这一世的坤鹏应该是比蓝鸟苏醒的更早一点 可他的苏醒被外力打断了 而且还被邪气侵袭 被制作成了邪兽 幸好一切都好来得及 只要好好养着 坤鹏总有一天也会像蓝鸟一样 恢复成神兽的 第513章 龙指 风静元已经带人在雨林内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但并没有抓到什么大人物 全都是一些小虾米 纪北璇以为霍企带着精锐逃跑了 毕竟邪兽没有成形 以狼奇的实力 正面对上华国军队肯定是讨不好好处的 风静元几乎是做好了全面开战的准备 玉龙雨林里五步一岗十步一哨 外国和华国的交界处更是留下来大量的军人防守 风静元自己也打算暂时留在玉龙军区 等做完这些准备 天色已经大亮了 太阳升了起来 在雨林里洒下了金色的光点 纪北璇抱着小昆鹏 慵懒地打了一个哈欠 忙了这一晚上 他现在只想回去洗个澡 睡一觉 在此之前 他还要去玉龙香的集市上看一下 给小昆鹏多准备一些食物 卵鸟喜欢吃甜食 不知道小昆鹏会喜欢吃什么 一行人刚走出雨林的范围 忽然轰隆一声巨响 天空中黑云密布 黑色的闪电劈了下来 一棵千年老树被懒腰截断 断口处一片焦黑 空气里泛了一股诡异的腥臭味 纪北璇脸色一变 他对这种味道实在是太熟悉了 曾经的九州大陆携兽横行 民不聊生 满地都是海骨 空气里都是这种令人作呕的味道 华国的边境线上 一轮黑色的太阳升了起来 狂暴的气息迅速席卷了整个天空 电闪雷鸣 犹如世界末日 那团黑色的太阳 缓缓地展开了他的身体 他有九个脑袋 九条尾巴 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 无差别地扫射着一切障碍 怪物所到之处 雨林之中燃起了黑色的火焰 人还没靠近他 就已经成了一根焦黑的木炭 纪北璇的脸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 电光火石之间 他已经想明白了 沼泽地里的昆棚只是一个幌子 或起故意抓了花花和闪闪 就是为了把他们的注意力 引到沼泽地里去 而真正的邪兽龙直已经悄悄成形了 上次他们在海面上遇到了 就是这只邪兽的分身 分身就已经有那么大的威力了 真正成形的邪兽本体 压根就不是普通凡人能够抵抗的 纪北璇把小昆棚扔给了闪闪 让他带着小昆棚 带着那些受伤的灵兽 赶紧离开这里 龙直已经跨过了边境线 在这头巨大的远古邪兽面前 那些阻拦普通人类的高墙和电网 压根就没有任何作用 脆弱的就像是一张纸 而普通的枪支弹药 甚至是飞机炮火 对他也没有什么作用 就算是炮弹在他身上爆炸 也只是给他挠痒痒 电闪雷鸣之中 飞机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只要有黑色的闪电落下 连人待机都会被劈成焦炭 地面上就更不用说了 已经有不少人员伤亡了 龙直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力量 摧毁这一片雨林 他不断地前进 前进 企图把整个华国吞入腹中 邪气在整个雨林弥漫开来 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变得心浮气躁 恐慌易怒 虽然研究院已经针对邪气 做出了防护面罩 尽可能较少邪气对人体的伤害 但面对一直成型的邪兽 面罩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 纪北璇像是一阵风似的 朝着边境冲了过去 他的速度不可谓不快 但依旧眼睁睁地看着 龙直摧毁了四五架飞机 跨过了华国的边境线 他让所有人往后撤 远距离炮火支持就好了 虽然效果不是很大 但聊胜云无霸 巨大的冲击力 还是可以减缓一下 龙直前进的速度 大宗雄也跟了上来 他似乎也变得更强了 不然也跟不上纪北璇的速度 没等纪北璇把大宗雄赶走 哗哗 闪闪 还有自以为还能战斗的灵兽 都跟了过来 各种灵兽的叫声 鸡里呱啦地响了起来 纪北璇一个人 确实吵不过他们 而且他们也不像是会听劝的样子 纪北璇只能游着他们去了 纪北璇仿佛回到了 万年之前的战场上 他打出了一根光剑 钉住了龙直的一个脑袋 灵兽们一股脑 才朝着那颗脑袋攻击 很快一个像是狐狸头的东西 就掉落下来 灵兽们发出了一声欢呼 打得更加卖力了 龙直少了一颗脑袋 发出了犹如婴儿一般的啼哭声 哭声像是一把锥子 一点点敲着人的脑袋 仿佛连脑浆都要沸腾起来了 好多灵兽眼中流出了血泪 严重一点的已经蹊跷流血了 灵兽的精神力 确实比普通人类要强 但也抵抗不住邪兽的精神攻击 纪北璇的脑子还算清明 他虽然不擅长精神控制的术法 但他的精神力也不弱 自保是没有问题的 可他保护不了这些灵兽 他的手心出了一层薄汗 再这样下去 这些灵兽怕是要死在这里了 一只温热的大手握住了他的手 疯眼不知道何时已经站在了他身后 替他挡住了一道攻击 神志不清的灵兽 已经分不清敌我了 乱成了一团 疯眼喊了一声鹿鹿 鹿鹿一蹦一跳地跑了过来 他发出一种低沉悠扬的声音 声音小到饥不可闻 却压制住了邪兽的精神攻击 灵兽们陆续清醒过来 继续投入了战斗 疯眼镇定自若地指挥着 鹿鹿和那些灵兽 他天生就自带一股 令人畏惧的气场 灵兽见了他 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似的 特别的听话 疯眼手里没停 嘴里也没闲着 顾庸明说他已经研究出了 对付邪兽的武器 只是需要时间运过来 而且那玩意儿不好操控 只有它能启动 咱们再坚持一下 也不用费心费力地 砍这玩意儿的脑袋 拖住它就行了 疯眼说得轻巧 其实情况并不乐观 就算是最强的军人 在邪兽面前也是蝼蚁 他们现在能依靠的 只有现代化的武器 和那些本就已经受伤的灵兽 在顾庸明开始研究邪兽之前 没有哪个武器 是专门为了对付这个怪物而研发的 疯进员指挥着军人远距离攻击 巨大的冲击力会减缓吸收的步伐 但并不能真正地伤到它 所有人都知道 御龙雨林就是最后的防线 一旦这个怪物进入了市区 进入了人烟密集的地方 图成只是弹指之间的事情 双方陷入了艰难的拉锯站 一直躲躲藏藏的霍启 忽然现身了 他站在了龙指最高的那个脑袋上 俯瞰着底下那些愚蠢的凡人 第514章 前程过往 霍启的声音像是被放大了无数倍似的 不仅离得近的封眼和纪北璇听到了 连坐镇后方的封禁员和那些军人也听到了 不过没有人搭理他 全当他是在放屁 霍启盯着下面一身血污的纪北璇 眼中露出了一些怀念的神色 他其实是个很念旧的人 到了这个全新的世界 对于九州大陆上的人和事 他总是存着几分的怀念和纵容的 纪北璇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他作对 但他还是愿意给纪北璇一个机会 只要纪北璇愿意认他这个小师叔 愿意效忠于他 前程过往 他都可以一笔勾销 只要纪北璇想要的 他都可以满足 纪北璇听完霍启这一番自以为是的劝告 冷笑一声道 我想要你死 我杀了你一次 就能杀你第二次 前程过往早就一笔勾销了 霍启死了 他也死了 再多的恩怨都没了 如果霍启能老老实实地当一颇黄土 别出来诈尸 他还能偶尔怀念一下狼奇山上的小师叔 感叹一下自己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但霍启偏偏又活了 他这种人 六道轮回都洗刷不了罪恶的本性 怕是只能魂飞魄散才能消停 霍启叹了一口气 果然 纪北璇还是这么不尽人情 那颗心比他还硬 别说他这个小师叔了 就连纪北璇自己收的爱徒 他还不是说杀就杀 什么同文情义 在纪北璇信里 哪里比得上自己的名声威望 纪北璇跟轩辕风一样 都是些把天下大意挂在嘴边的伪君子 如果是他把纪北璇养大 纪北璇绝对不会成为现在这副模样 纪北璇在M国出生的时候 他就感应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 本来想直接连同母体一起抓过来的 但那些雇佣兵真的挺废物的 不仅没成功 还让母体动了胎气 早产了 幸好纪北璇平安降世 不然他是不会放过那些雇佣兵的 为了保险起见 第二次袭击医院是他亲自出手的 医院内燃起了熊熊大火 一片混乱之后 他成功地带走了纪北璇 他带着人去了外国 他想通过这里 把纪北璇送到华国去 华国有些灵气充裕的山脉 是最适合纪北璇长大的地方 本来一切计划得好好的 谁知道半路又出了岔子 有个十几岁的小崽子跑了出来 把纪北璇抢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 那个小崽子是江应渊 是纪北璇的爱徒 跟他一样死在了纪北璇的剑下 两人本该是同一战线的 但江应渊非要跟自己作对 江应渊也想养大自己曾经的师父 然后独占纪北璇所有的爱 真是可笑 独占纪北璇的爱有什么用 当然是要让纪北璇乖乖听话 为他所用 为他开疆拓土啊 那个小崽子居然还挺有本事 躲开了他一次次的追捕 江应渊把小婴儿藏在了山洞里 本来是想等引开了追兵之后 再回去找婴儿的 可等他回来的时候 小婴儿居然不见了 周围有恶狼活动的痕迹 地面上还有血 江应渊不肯相信 纪北璇被狼吃了 疯了似的到处找他 后来 霍企和江应渊都在外国建立了庞大的势力 狼旗和宁渊之间摩擦不断 最后爆发了巨大的武装冲突 将整个外国拖入了战火之中 之后 两人很有默契地控制着外国的半壁江山 把外国皇室推出来当傀儡 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平衡 直到他们发现 纪北璇可能还活着 或启动了杀了纪北璇以绝后患的心思 江应渊自然是不答应的 两股势力又是一番名争暗斗 赤文在华国研究军司 本来做得很隐蔽的 从被村民发现秘密基地 再到有人突破了信号封锁 成功报警 这背后都是江应渊的推波助澜 为的就是削弱狼旗在华国的势力 因为赤文的愚蠢 或起在华国的势力被连根拔起 连一家公司都没剩下 所以他只能找江应渊合作了 江应渊比纪北璇早生了13年又怎样 他从骨子里畏惧纪北璇 甚至都不敢跟纪北璇见面 他做过的最靠近纪北璇的事情 就是让纪北璇代言了奇亚 邀请纪北璇参加了几次奇亚的新品发布会 远远地看着有什么用 有本事去把纪北璇绑回来啊 只要足够强 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包括江应渊那妻师 灭祖大逆不道的禁忌之爱 上一世本来都成功了 江应渊这个废物 居然让纪北璇逃了出来 纪北璇不仅抢回了宗主之位 还破坏了他们的大忌 赢了他的邪兽 让他死无全失 成王败寇嘛 他倒是不怎么恨纪北璇 甚至更加欣赏他了 这一世 他决定再帮江应渊一把 他其实也有点舍不得杀纪北璇 要是江应渊能控制住纪北璇 别让他出来跟自己作对 那岂不是是两全其美 算算时间 江应渊那边应该已经动手了 他倒是要看看 封静元要顾哪一头 封静元很快就接到了 首都传过来的消息 生物研究院被人围攻了 敌人明显是想攻入研究院 抢夺生物研究院的资料 同时摧毁对付携收的武器 如果那边得逞了 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再造出一个 对付携收的武器 真等到携收冲破了防线 进入华国内部的时候 不知道会造成多少人的伤亡 生物研究院那边的负责人是魏涛 魏涛的各方面能力都不错 但面对这样大规模的攻击 这么重大的担子压下来 魏涛显然是扛不住的 已经向军部求援好几次了 封静元甚至想亲自回去 坐镇坐镇京都 但这边他也放心不下 正当他在考虑 派谁去应付京都那边的危机时 纪北璇忽然给他打电话了 纪北璇用的是军部的手环 在这样电闪雷鸣的天气里 也只有军部的手环 还勉强能用的 纪北璇的声音里 透着一股笃定 像是已经在脑海里 演练了无数遍似的 给黎家庄园打电话 让我妈带着谷宇去研究院 谷宇知道该怎么办的 第515章 江应渊这个孽障 黎东春昏到的太突然了 当地的医院 根本就查不出来任何问题 所以就连夜把人送到京都 去接受治疗了 黎家不差钱 直接包机送黎东春回去的 京都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来 黎东春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只是脑部格外的活跃 第二天 昏迷不醒的黎东春 忽然就睁开了眼睛 他拒绝了医生留院观察的建议 一个人回了黎家庄园 黎东春迫切地想见到母亲 母亲是孩子与世界的 第一个连接点 他现在脑子很乱 很想证明 自己真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不是一缕来自异世的孤魂 他好像重新被剖开了 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被强行塞了进来 狼奇宗 师父 师妹 十大宗门 数年的生死之战 记忆很碎 但他很容易就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他明白了 初见妹妹时 那种熟悉的感觉 是从何而来 纪北璇本来就是他的师妹 师父诸事繁忙 是他把小师妹一点点养大 把他顶在脑袋上 带着他满山头疯跑 他心疼小师妹无父无母 心里把他当成了半个孩子 宠着护着 直到他被携受击中的那一刻 他才恍然发现 那个被他护着的小女孩 原来已经长大了 可以撑起狼奇宗 撑起整个修真界的未来了 他听到了纪北璇 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想再擦一擦小师妹的眼泪 可他已经没有力气了 只能冲着他笑了笑 李东琛刚到庄园门口 就看到纪朝夕抱着谷雨 准备出门 母亲压根就不会说谎 李东琛很快就问清楚了 生物研究院被敌人围攻 母亲要带着谷雨过去帮忙 母亲的身体本给母亲听 他的三魂气魄 仿佛飘荡在半空中 急切地想找一个依附的地方 但时间紧迫 母子之间什么都没 李东琛就开车离开了李家庄园 谷雨其实已经恢复了全部的记忆 但他不能忽然之间长大 所以还是一副小女孩的模样 纪朝夕把谷雨当小女孩宠 压根没注意到谷雨的改变 李东琛却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谷雨的眼神明显变得更加聪慧睿智 像是透过李东琛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李东琛苦笑了一下 我没有小玄那么好的天赋 我已经试过了 这一世我就是个普通人 不过鸾鸟大人您请放心 我一定会把您安全送到研究院去的 谷雨不嫌不淡地恩了一声 稚气未脱的脸上满是严肃 她能完全恢复 其实还得感谢风眼 是风眼给了她一块蕴含灵气的灵域 她修炼了几天 一点点恢复了所有的审理 风眼真的是个怪胎 纪北玄送给她的那块谷雨 她每日贴身放着 带得久了 谷雨就开始吸收天地灵气了 变成了一块货真价实的灵域 风眼偷了她的灵气 现在也算是还给她了 谷雨决定下次见到风眼的时候 就不骂她了 意识到自己居然在跟一个人类置气 谷雨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果然是当小孩当久了 她居然开始纠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李东琛把跑车开得飞快 一路上连闯了好几个红灯 终于看到了生物研究院雪白的建筑群 谷雨让黎东琛把车停在远处 黎东琛就不用过去了 她自己一个人就能解决 研究院受到的攻击越来越猛烈 大门已经被破开了 魏涛带着人坚守着主楼 顾佣明已经不知道跑到哪个密室里去了 可能是想偷偷地把武器给运出去 可整个研究院都已经被包围了 别说是人了 连一只小鸟都飞不出去 敌人明显是有备而来 虽然敌人没有研究院内部的详细地图 但也知道研究院不仅是表面上 看上去这么简单 他们连后面的山脉都给盯上了 里面的人或者动物都是插翅南飞 研究院的战况 源源不断地传到了风静园这里 风静园跟狼旗打了这么多年交道 大概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手 霍企在华国内部的势力 基本上都被连根拔起 短期内根本不可能调动这么多人围攻研究院 肯定是有人在华国境内跟霍企合作 很快 现场的影像传来过来 研究院所有的监控都是军用设备 军部很容易就能调取出来 风静园一眼就认出来了 协助霍企偷袭研究院的 正是宁渊的首领江应渊 此人在外国与霍企两分天下 狼旗和宁渊一向不对付 互相之间打了二十几年 怎么忽然搅和到一起去了 与霍企的野心招招不同 江应渊的手段更加温和 他名下有多家跨国集团 在华国境内自然也有资产 但江应渊一直都是老老实实的做生意 虽然他的武装力量跟霍企不相上下 但他只是在外国自保 从攻击划过了 这两人联手的话 事情就变得更加麻烦了 玉龙雨林的深处 风眼带着灵兽 跟一群手握重火力的军人 且战且退 已经拉着邪兽溜了一圈 战况特别胶着 风静园把这个坏消息 传给风眼的时候 纪北璇刚搞掉了邪兽的一个脑袋 正在中场休息 刚好也听到了 纪北璇默念了两遍江应渊的名字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算是明白了 一切都不是巧合 有人跟他一样拥有前世的记忆 而且还都是老熟人 霍起恨他又想拉拢他 江应渊爱他 又想毁了他 两人又一次合作了 还真是初心不改啊 纪北璇说过三个徒弟 江应渊是最小的那个 他联系江应渊也是个孤儿 总想到自己小时候 很希望师父多关心自己一点 所以对这个小徒弟格外的关心 江应渊这个孽障 其实灭祖一次还不够 还想再来一次吗 第516章 灵剑8号 当年他刚当上宗主 正是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实在是没发现 自己养大的小徒弟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他的小徒弟忽然就黑化了 不知道从来弄来的迷药 居然连他都能迷晕 等纪北璇恢复意识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山洞里 外面都在传他已经死了 他的小师叔成了狼奇宗的宗主 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正在到处追杀他的师兄师姐 整个宗门笼罩在一股恐怖的气氛里 霍起身边跟着一大波高手 控制住了整个宗门 无人敢违抗他的指令 江应渊半跪在他身边 跟他会报了这些消息 态度之卑微 仿佛他才是被困起来的那个人 纪北璇自然是勃然大怒 让江应渊这个孽障放他出去 然后他就被江应渊深情的告白 呼了一脸 三魂七魄都快被吓跑了 他又是震惊 又是尴尬 还没等他里出了头绪来 就着了那个孽徒的道 再一次昏了过去 纪北璇实在是不知道 好好的师徒情 怎么就被江应渊解读出了那么多深意 他深刻地反省了低下自己 果然他师父的做法才是对的 严师不一定出高途 但肯定不会出孽徒 往事不堪回首啊 后来还是小元这个看似最不忠用的灵猫 帮了他一把 他才能逃出生天 小元的弱是整个狼奇宗公认的 连江应渊都没把他放在眼里 只当他是个姐闷的玩意 纪北璇最后还是拿回了宗主之位 从此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疼爱他的小师叔 和贴心的小徒弟了 霍企是个阴谋家 江应渊脑子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明白着就是被霍企给利用了 霍企攻打十大宗门失败之后 就把江应渊扔出来当炮灰 自己留下一具分身之后 悄悄逃走 江应渊这个不争气的狗东西 一点都不长记性 这一世然又跟霍企混在了一起 纪北璇越想越气 他让风静元想想办法 他要跟江应渊这个混账通话 研究院的所有通讯设备 都是连通着军部的 技术上不难实现 但江应渊要是不肯跟他们通话 直接切断设备 那他们就没办法了 纪北璇咬牙道 你放心 那孽障巴不得跟我聊呢 怕是就等着这一天吧 生物研究院内 主楼已经被一层结界给罩起来了 不管是谁靠近结界 结界就会放出电流 这结界越强则强 越厉害的人就被电得更厉害 除非敌人能强过蓝鸟 不然是进不去结界的 谷宇就这样简单粗暴地 护住了研究院所有人 他的目光转向了江应渊 这个傻逼玩意儿他是认识的 也是怪他粗心大意 居然没发现 小璇是被这家伙给关起来了 还被他误导 去了很远的地方救人 以至于让小璇被困了那么久 都已经重活一世了 这傻逼玩意儿居然还不知悔改 简直是找死 谷宇正要动手替小璇清理门户 就看到主楼门口 投下了一个人影 江应渊整个人待在了原地 他慌乱地擦了擦脸上的血污 反而把手上的脏血蹭了上去 越擦越脏 纪北璇的声音 透过主楼的广播传了出来 透着一丝不耐烦 江应渊 我耐心有限 你现在收手 一切还来得及 江应渊的耳脉里 传来了霍奇的声音 别傻了 早就来不及了 上一世你欺世灭祖 囚禁恩师 已经犯下了天大的罪孽 你觉得以纪北璇的性格 他还会原谅你吗 你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唯有力量 绝对的力量 才能把他一直留在你身边 纪北璇重活了这一世 对很多东西都看淡了 上一世的恩怨一消 只要江应渊这一世别作死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讨厌自己徒弟 要是江应渊愿意弃暗同名 帮华国对付霍奇 那他们就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等事成之后 大家坐在一起八九言欢 续一下已经七零八落的情谊 也不是不可以 在风眼的贴心指导之下 纪北璇说的情真意切 心理公事玩得很溜 直接把江应渊给策反了 江应渊不仅退出了生物研究院 还通知了歪国境内的宁渊 势力 趁着狼奇老巢空虚之时 给了狼奇狠狠的一击 本来占据优势的霍奇 因为江应渊的林场反水 不仅失去了华国境内的牵制 自己的大本营还受到了攻击 现在他唯一的一仗 就是御龙与林里的这场战斗了 只要他能攻入华国 占领华国的土地 他压根就不在乎 自己在歪国的损失 霍奇不仅没有派人回歪国救援 反而把所有的力量 都压在了御龙与林里 携受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赤文也放出了更多被军司控制的傀儡 除了紫色面具的杀手 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力量之外 其他杀手几乎全都被他制作成了傀儡 增强战斗力 按照霍奇的安排 所有的傀儡都是用了给携兽开路的 很明显 封眼是这场战斗的指挥 缠住封眼才是最重要的 但赤文只是分出了一部分傀儡 去对付封眼 反而让最强大的傀儡 去攻击纪北璇 只要杀了纪北璇 他就能成为霍奇心中唯一的女人了 这是赤文第一次违抗霍奇的指令 他做得很隐秘 连霍奇都没有察觉到他的一心 升级过的军司比以往更加难缠 纪北璇不小心中招了 只能强行把军司拔出来 他的胳膊上鲜血淋漓 但总算是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纪北璇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被围攻了 他用上了顾庸明设计的零件八号 一阵风势地飞了起来 这玩意成本很高 整个军部都没有几个 风炎把自己拿到的那个给了他 零件八号用起来 确实跟预件飞行差不多 里面有内置动力 甚至比预件飞行还节省零力 纪北璇飞到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中 看到了藏在邪兽头上的霍奇 这是相隔万年之后 两个宿敌之间第一次面对面的教授 第517章 小璇 活下去 纪北璇和霍奇缠斗到了一起 两人同宗同门 彼此之间互相试探了几招 就知道谁也奈何不了谁 只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纪北璇咬破了舌尖 在浓郁的邪气之中恢复了一丝清明 雇佣明要是再不快点把武器运过来 说不定就只能给他和风炎收尸了 霍奇为了今日之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整个狼旗基本上都投入进去了 此战不胜 他将彻底一无所有 他也在等 等邪兽攻入城市 普通凡人压根抵抗不住这股邪气 整座城都会乱起来 到时候 他倒是要看看 华国军方是不是可以不管那些人的性命 继续玩抗到底 纪北璇轰出了一掌 正中霍奇的心口 霍奇急切地往后退 差点就从龙止身上摔下去了 龙止本来就是由霍奇控制的 早就被下达了保护霍奇的命令 当他意识到霍奇受到了强烈的攻击时 立刻就落下了一道黑色的天雷 他甚至都顾不上自己会被天雷劈中 只想灭了在他头上蹦跋的这个敌人 保住霍奇的性命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连霍奇都没想到龙止会这么蠢 蠢到自己攻击自己 生死契约之下 不管是灵兽还是凶兽 甚至是邪兽 都跟个提线木偶似的 鱼不可及 霍奇很自信 纪北璇搞不死自己 可他想阻拦龙止已经来不及了 仓皇之中 他只顾得上自己躲开了天雷 轰隆一声巨响 巨大的黑色光斑在天空中炸开 龙止的脑袋缺了半边 他发生了一声痛苦的哀嚎 向前移动的脚步也停了下来 纪北璇的速度之快 已经不是肉眼能看清的了 但他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击 他感觉自己全身都已经抹了 身体不受控制的跌落下去 上世界就是被雷杰劈死的 这一世怎么还是这么的死法 纪北璇在心里骂骂咧咧的 特别憋屈 据说人死前会走马观花的 看完自己的一生 纪北璇反而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宁静 一切的声音和色彩 都在他眼前退去了 天地仿佛重新归于混沌 而他只是天地之间的一粒尘埃 安静地回归于天地之间 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 把纪北璇从一片混沌中拉了回来 他痛苦地皱起了眉头 想睁他眼睛 看看是谁在叫他 可眼皮像是有千军众似的 怎么都睁不开 风眼目自欲裂 直接无视了周围攻击的傀儡 也无视了凶险万分的战场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他眼中只剩下那个落下来的身影 那么单薄 那么脆弱 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似的 一股狂暴的力量席卷了他的神志 他心中只剩下一个想法 杀了他 杀光他们 杀了所有伤害过他的东西 一切生物都该沉浮于他的意志之下 他本来就该如此 凌驾于一切力量之上 因为他就是神 此时 风家老宅的宗祠内 风爷也点燃了三炷香 冲着古画拜了三拜 天地之间有一浩劫 而此地正是破解浩劫的关键所在 整个越南山脉的灵气 都是来源于此 宗祠下面的山脉 像是活过来似的 扭曲着 叫嚣着 巨大的力量破空而出 涌入了那张薄薄的古画之中 古画上的山水开始流动起来 从一幅静态的画作 变成了动态的影像 红一仙人展露了怪物的头颅 以身躯封印 将那些邪恶的怪物镇压了下去 仙人身上的那抹红忽然蕴染开来 从画中飘荡而出 这抹神力无视的距离 直接钻进了风眼体内 而那把供奉在宗祠内的黑色长刀 上面的纹路泛着金光 犹如利刃开封 瞬间就出现在了风眼手里 古画暗淡无光 枯黄的纸张迅速枯萎 一阵微风拂过 散落成了零散的粉末 风眼挥了一下手中刀 几十个傀儡被刀锋扫到 干脆利索地被切成了两段 被神器伤到的傀儡 失去了恢复的能力 抽出了几下 便彻底安静下来 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尸体 数万年的记忆 一瞬间涌进了风眼的大脑 他看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 生生世世 古传说之中 女娲造人 帝郡造万寿 相传女娲温和仁慈 帝郡凶狠残暴 比最凶残的凶兽还要可怕 所有的生灵都畏惧他 风眼所梦到过的各种怪物 全都是被他镇压过的凶兽 帝郡算到天地之间 会有一场浩劫 他为此做了许多准备 包括点化纪北璇 让他败入狼奇宗门下 那块浩月倒真是他的私心 小小的人睡着了 还拉着他的衣袖不放 眉头紧锁 帝郡一时不忍 就把自己的浩月塞给了纪北璇 纪北璇果然就睡得安稳多了 帝郡悄然离开 此后他就再也没有找到过 合适的神域 腰间总是空荡荡的 再次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是大战爆发之时了 或许不称得上见面 只能算是隔空并肩作战了一回 纪北璇顾念的是 修真界的生死存亡 他料理的是仙界的那些叛徒 那时候仙界和凡间 并非如此精卫分明 总有一些互相来往的通道 如果不是仙界之中有人指点 或其哪能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来 他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索性一切都如他所料 作恶的邪兽都被镇压了下来 天地之间终于太平了 帝郡留下了自己的一缕神力 或许用不上 但如若哪天能用上 也算是他对这个世界 最后的一丝庇护了 枫眼感受到了体内强大的力量 和灵气不同 这是一种无视了天地规则 凌驾于一切法则之上的力量 那是神的力量 枫眼几乎是瞬移到了纪北璇身边 一把抱住了他 时间在这一刻被拉到无限场 两人就像是定格在了空中 纪北璇轻得仿佛没有重量 枫眼感觉自己的手在抖 抖到几乎抱不吻怀里的人了 他吻上了纪北璇苍白的唇 声音里透着无尽的威严 连死亡都不能违抗 小璇 活下去 第518章 世界在无神明 大结局 一股强大的生命力 注入了纪北璇体内 他猛地咳嗽起来 哇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血 体内的淤血清出去之后 纪北璇的呼吸顺畅了许多 但身体还是软绵绵地使不上进 他勉强睁开了眼睛 周围的气息如此熟悉 他仿佛回到了万年之前的那个血液 天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 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任由风雪一点点将他埋葬 他以为自己要死了 身逢乱世 人命如草芥 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死去 无人收拾 最后只能被野狗啃食 曝失荒野 是先人救了他 赐了他仙根 还把昊月留给了他 他一路有惊无险 终于到了狼奇山脚下 从此有了亲人 有了朋友 有了那波澜壮阔的一生 先人的模样 他已经记不清的 像是笼罩在一层清冷的风雪里 看不真切 可能凡人是无法窥探神眼的吧 可此时此刻 那张模糊不清的身影 却和眼前这张脸重叠起来 神力充斥 在天地之前 一如那个血液 纪北璇想伸手去摸摸风眼的脸 手伸到一半 却觉得这样的动作过于不静了 所以就冲着风眼笑了笑 先人说过他们会再次相见的 原来是指现在吗 纪北璇迷迷糊糊地想着 一时漂浮在熟悉的气息之间 沉沉地睡了过去 风眼看着纪北璇的手垂落了下去 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时间开始缓缓流动 他抱着纪北璇坠落下去 感受到怀中人微弱的呼吸声 他浑身紧绷的肌肉才放松下来 虚空之中仿佛传来一声轻笑声 像是在嘲笑他的过度紧张 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加清晰 炮火的轰鸣声 邪兽的怒吼声 灵兽的尖叫声 傀儡骨骼的搁吱声 他站在一种全新的视角 仿佛被无喜地俯瞰这世间的一切 虚无之中有个人立在那里 那个人就存在于他的体内 这一次 风眼终于看清了那个人模样 居然长得跟他一模一样 风眼也轻吃了一声 什么狗屁玩意 借用了他的身体 还跟他狂什么 帝郡 或者说帝郡残留的一缕神力 有些哭笑不得 这一世的转世还真是狂傲啊 连神明都不放在眼里 两人之间本就是一体 交流全靠意念 风眼不准备把身体的控制权 交给一个莫名其妙的游魂 他自己就能搞定 当风眼的精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 帝郡的残影就变得越来越淡了 既然风眼有结束这场战祸的本事 他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 风眼本来做好了 先跟这个游魂打一架的准备 却发现对方很大度地给了他力量 却并没有抢夺他身体的意思 狂傲不羁的风眼 丝毫没有感激 反而觉得这都是他应得的 他不耐烦地挥挥手 冲了游魂道 别啰嗦了 快放我出去 我急着带小璇去医院呢 帝郡的残影彻底消失了 风眼发现自己依旧抱着小璇站在原地 刚刚跟游魂磨迹了那么久 似乎也才过去了几秒钟 风眼的脑子里出现了许多不曾见过的功法 或者说是仙法 他一手抱着纪北玄 一手挥出了手里的长刀 花里胡哨的东西都不管用 狂暴直接的攻击才是他的风格 一道金光以雷霆之势冲了过去 将巨大的龙指一批为二 顾佣明那个废物 终于带着他特别研制的武器赶到了 他从飞机上跳下来 胸口绑着一个奇怪的仪器 那是一个圆润的六边形 正中央有个圆形的炮口 顾佣明用力地按下了开关 将自己的灵气一股脑的全都灌入了武器之中 以自己的灵气为燃料 点燃了这个炮火 这玩意看着小 其实镶嵌了许多灵精 也就是大量灵气的压缩结晶体 巨大的能量从炮口中冲了出来 有一个点扩展成了巨大的扇形 将邪兽笼罩在强光之中 巨大的白光足足持续了十分钟 等白光散去的时候 邪气被净化 邪兽龙指消失得无影无踪 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在神力和人造武器的双重打击之下 原本需要镇压的邪兽彻底毁灭了 连渣都不剩 帝君的最后一点神力也消散于天地之间 风炎也失去了意识 在倒下去之间 他还用自己的身体给纪北玄当了缓冲电 从此以后 世界再无神明 一切都只能依靠人类自己了 第519章 帝君算个屁 翻万一 玉龙与林的大战过后 风炎昏睡了一个多月才醒过来 纪北玄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一周之后就能下地了 之后 他就一直守在风炎身边 寸步不离 风炎睁开眼睛时候 就看到纪北玄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欣喜地喊了一声先尊 很快 纪北玄就发现了 醒过来的是风炎 而不是那个万年之前救了他的仙人 他飞快地跑出去喊医生了 留下风炎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纠结 小玄喜欢的到底是他 还是那个早就做骨了的仙尊 帝君的记忆实在是太耗大了 即使风炎的体质已经远远超过普通人 但也不可能承受神明所有的记忆 所以他现在只是隐约记着帝君救小玄的画面 以及那场大战里帝君大杀四方的英姿 风炎心里酸溜溜的 那个什么浩月 不会就是两人之间的定情信物吧 纪北玄当初答应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因为早就知道了 他是帝君的转世 如果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跟那个帝君没有半毛钱关系 小玄还会爱上他吗 他才不会告诉小玄 其实他见过帝君了 都死了上万年了 瞎炸什么狮啊 刚醒话了 纪北玄每天在他面前晃悠 问东问西的 他只是嗡嗡啊呀 应上几声 特别的敷衍 尤其是纪北玄问到 关于帝君的事情的时候 他一概不搭理 直接装睡 刚开始 纪北玄以为是疯眼重伤未愈 精神不好 但一周过去了 疯眼还是这个鬼样子 纪北玄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 好端端的 这家伙又在闹什么脾气 纪北玄直接把疯眼 才并床上拉了起你什么好 你怎么连自己的醋都吃啊 反正已经丢脸了 疯眼索性就不要脸了 什么叫自己的醋 我跟那个游魂能一样吗 他是神仙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影帝罢了 你还笑 有什么好笑的 还是说你喜欢的是他 你压根就不爱我 纪北玄抹了一把眼角笑出来的泪 给恼羞成怒的风影帝盖上了被子 正色道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我总共就见了他一面 哪有什么爱不爱的 我爱的一直都是你啊 而且风眼本来就是帝君的转世啊 他原先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自然是要多问几句 也不知道风眼到底是吃的是哪门子醋 纪北玄在风眼的嘴角上亲了亲 风眼心里乐开了花 表面上还是一副四平八稳的样子 装不作样的说 知道了知道了 伤还没好呢 你少聊拨我 纪北玄敲了一下风眼的脑袋 笑骂道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呀 这个月你就别想了 好好养伤吧 风眼把纪北玄拉了过来 加身了刚刚那个蜻蜓点水一样的吻 一个月也太长了 只能这样解解馋了 纪北玄由着他高兴 总算是把这个小醋精给哄好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那可是我偶像 我跟他之间纯洁的就像是一张白纸 我可什么都告诉你了 你也不能瞒我 风眼说完了当天的情况 有些不确定的问 你说要是不把他赶走 他是不是还能出来给你见一面 虽然他不想让小璇见到帝郡吧 但小璇似乎很想见见他的样子 纪北玄沉默了好久 万年之后的再次相遇 还是帝郡的神力救了他 前世今生 他真的欠了帝郡好多好多 见不到了 再也见不到了 那只是一缕神力罢了 携手消失了 他也就随风而散了 风眼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才出院 剧组停摆了两个多月 终于拍完了剩下的戏份 顺利杀青了 身为投资人的黎东琛 对此居然没有任何意见 不仅没有换人 反正追加了投资 让剧组等着风眼回来 在知道风眼是帝郡转世的时候 黎东琛就默认了风眼和妹妹的恋情 他甚至还警告了一下不安分的二弟 让他别再给风眼添乱了 黎南景特别不爽 他觉得自家大哥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怎么能帮着风眼说话呢 风眼也挺不爽的 明明是他谈恋爱 怎么黎东琛还要看帝郡的面子 难道他不是帝郡的转世 他这个恋爱就谈不成了 纪北璇喜欢的是他 以后陪着纪北璇共度一生的也是他 帝郡算个屁 第520章 《涅图翻外2》 电影杀青之后 风眼在风静元的要求之下 不情不愿地拿着花去看望重伤的顾雍明 风眼把花扔在桌上 嫌弃道 这不还没死吗 有什么好看的 顾雍明全身骨折 像是一个木乃伊似的被固定在病床上 差点被风眼给气得跳起花就滚 谁稀罕你花还不利索 不养个一年半载的根本就恢复不了 他的身体本已经很不容易了 顾雍明年轻的时候自视甚高 觉得自己脑子聪明身体好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 他不惜与虎谋皮 进入了狼奇的实验室 但他实在是认同不了狼奇的研究理念 几次想离开 却都被拦住了 后来他几乎就是被囚禁的状态 顾雍明不肯替狼奇效力 一直拒绝参加实验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天赋实在是太好了 可能早就被杀了 后来顾雍明终于逃了出来 但也是没了半条命 幸好他自己琢磨出了 吸收天地灵气的办法 勉强保住了性命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情况 所以他争分夺秒 彻夜不眠 就是为了多研究出一些成果来 生怕自己哪一天就死了 爆汗而中 现在狼奇已经覆灭了 他也没什么遗憾了 偏偏又多出了一个上官宴 口口声声说爱他 其实就是为了让他给产品代言 他被烦得不行 只能同意了 那个对付邪兽的武器 其实还是个半成品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只能以自己为引线 点燃了他最得意的作品 上官宴好像对他很很大的误解 觉得他差点为国捐躯了 是个真正的英雄 更加喜欢缠着他了 封眼是代表军部来看望顾雍明的 他告诉顾雍明 那场大战中的灵兽都活了下 既可以是毁灭 也可以是新生 但凡被神力扫个边 基本上就不会死了 顾雍明听到了这话 瞬间就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恨不得现在就出院 封眼敷衍完了顾雍明 就带着纪北璇去了军部 纪北璇已经正式成为了军部的一员 鉴于他在入伍之前 为华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他一入伍的等级就很高 军部所有的机密资料 对他都是开放的 霍奇已经死了 尸体是在外国境内发现的 跟赤文的尸体紧紧地抱在一起 根据分析 封眼那一击不仅劈开了笼指 也重伤了霍奇 可能是赤文用军司控制住了 奄奄一息的霍奇 想带着他逃命 但最后两人都重伤身亡了 也可能是赤文用军司杀了霍奇 临死前也要拉个垫背的 外国已经彻底成为了江应渊的地盘 江应渊的临场倒戈 给了狼旗不小的打击 狼旗在外国和M国的势力和财产 基本上都被江应渊握在了手里 但江应渊似乎没有篡权夺位的想法 外国皇室依旧还在 江应渊给自己封了很大的官 借着共建两国有益的名义 冠冕堂皇地来了华国 江应渊手里握着狼旗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华国军方对此还是很有兴趣的 双方举行了一场私密的会议 因江应渊的再三要求 纪北璇也参加了这场会议 江应渊居然穿着一身 仙气飘飘的古装来参会 蓝白相间的色调 正是狼旗宗弟子的标准打扮 双方代表面对面而坐 江应渊就坐在纪北璇对面 像个情斗初开的小伙子似的 甚至都不敢抬眼看纪北璇 华国代表说什么条件 他都一口答应下来 颇有一副要美人不要江山的豪气 封眼坐在纪北璇旁边 脸色越来越黑 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小璇的手 这个江应渊都三十好几了吧 比小璇大了足足十三岁 可他脸上没有一丝皱纹 青涩的像是个刚出社会的大学生似的 封眼偷偷瞄了小璇一眼 小璇好像还挺吃这套的 看向江应渊的目光里满是慈爱 还真把自己当江应渊的师父了 江应渊对纪北璇的觊觎之心 连瞎子都看得出来 要不是还有一丝理智上存 封眼恨不得当场把这个 不要脸的玩意扔出去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 江应渊压根不在乎会议结果 他就是找个借口回来看师父的 他怕师父不肯见他 厌弃他 所以才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江应渊就跟一条小尾巴似的 跟在纪北璇身后 无视了封眼翻上天的白眼 小心翼翼地说要请师父吃饭 纪北璇同意了 不过他是带着封眼一起的 一方面他怕封眼自己把自己给猝死了 另一方面也是怕江应渊再给他下药 重现万年之前的恶劣行径 他这个徒弟已经彻底长歪了 众活一次都掰不回 我知道师父喜欢封先生 我不在乎 我只希望能像万年之前那样 时时刻刻侍奉在师父左右就知足了 封眼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人有病吧 当小三还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纪北璇发现自己这个孽徒 果然是长大了呀 直到自己吃软不吃硬 不再妄想用强硬的手段控制他 开始学会耍心眼了 只要他松口 把江应渊留在身边 不出三天 江应渊就想办法赶走封眼 说不定还会对付大哥二哥三哥 独占他的一切 曾经的江应渊 确实是个二十四孝好徒弟 他还沾沾自喜 自己的徒儿比亲儿子还贴心 现在觉得自己真蠢 居然什么都没看出来 纪北璇坚决果断地拒绝了江应渊的提议 让他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去 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总围着他 转算怎么回事 所有的资料交接完毕之后 江应渊就没有留下 自己一定会回来的 他是不会放弃师傅的 封眼当天就联系了出入境管理局 只要江应渊想入境 一律不准通过 对于这种危险分子 进入华国就是隐患 如果江应渊敢偷渡 那就更好了 他会亲自出面解决 坚决把他从华国的土地上扔出去 第521章 求婚 翻爱3 风浪电视剧播出之后没多久 初恋电影也正式上线了 纪北璇和风眼 点燃了这个热情似火的夏天 微博上连续一个多月 都是关于两人的热搜 从被全网黑的18线过气小胡咖 到如今火遍全球的超一线女明星 纪北璇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堪称娱乐圈的奇迹 纪北璇靠着出道的第一部戏先倒游 拿到了最佳女配角 又凭借蒙宠情缘 拿到了最受观众喜欢的女演员 之后更是凭借风浪成为了侍候 她拿到的各种小奖项更是不计其数 而内部令她翻红的综艺 悠闲的野营生活 也时常被人拿出来反复观看 成为了近十年以来最热门的综艺 离家庄园内 纪北璇正躺在葡萄架下 背靠着大黑冰凉的身体避暑 翱翔天际的黑龙缩小很多倍 专门用来给纪北璇当良席 一大波小动物在她身边跑来跑去 纪北璇摸摸这个 啰啰那个 快乐似神仙 风眼一进来 许多动物就受惊了似的四散而逃 纪北璇不满地看了风眼一眼 继续眉骨头地摊在原地 怎么 有事吗 风眼一噎 没事她就不能来了吗 你都多久没出门了 再这样下去 娱乐圈都没有你的位置了 明天就是颁奖典礼 我过来接你一起去的 不准找借口拒绝 必须去 纪北璇不情不愿地呕了一声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被风眼拖了起来 风眼显然是早有准备 三下午除二就把她给打扮好了 带着她直奔颁奖典礼 拍照走红毯采访等等 一些烈无聊的环节过后 一直忙到晚上 颁奖典礼终于开始了 纪北璇以压倒性的优势 拿到了影后的奖杯 风眼是颁奖嘉宾 两人站在舞台之上 礼炮声响了起来 漫天星星点点的碎光洒落下来 如梦似幻 风眼忽然单膝下跪 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钻戒 猝不及防地求婚了 现场嗡的一下炸了 摄影机咔咔咔响了不停 连主持人都在一旁起哄 纪北璇愣了一下 随后就笑了 满场的喧闹 仿佛离她远去 她眼中只剩下了 风眼温柔的笑意 全网一片沸腾 微博连续瘫痪了好几次 全世界都知道 风影帝要结婚了 结婚对象就是 新晋影后纪北璇 风眼本以为 这次十拿九稳了 她都已经宣告天下了 肯定能把纪北璇取回家 经过了离家 风家和纪家漫长的拉锯战 最后还是纪家奶奶一锤定音 先订婚 结婚的事情过后再矣 风眼只能认了 开始操办起了订婚仪式 乌成回国 参加了纪北璇的订婚仪式 她不想错过纪北璇 这么重要的时刻 她和黎赫松一样 在订婚仪式上 默默地抹眼泪 等到了纪北璇 真正结婚的时候 不知道两人要哭成什么样子 乌成一把握住了 黎赫松的手 两人颇有一点 同病相怜的意味 当年乌成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 满世界瞎混 偶尔偷渡到歪国去 卖点小东西 赚 点小钱 那天她跟一伙人约好了 在山上交易一波走私物 其实都是些日用品和小家店 歪国的工厂太落后了 很多东西到了歪国 就变得值钱了 她赚了一笔钱 哼着割下山 就看到几只野狼 正围着一个婴儿打转 乌成凭借着一腔热血 打跑了野狼 就吓了那个婴儿 婴儿居然毫发无伤 当时她被野狼抓了一下 伤到了胳膊 乌成本贩卖人口 才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但怀里小婴儿 居然冲着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被融化了 就把小婴儿带回了华国 后来她发现 这个小婴儿不简单 无论多凶残的猛兽 只要见了她就乖得跟小猫似的 特别神奇 乌成就更加舍不得卖了 决定自己把孩子养大 她一直都觉得 对不起纪北璇 她不该为了赚钱 把孩子留给保姆照顾的 保姆不仅卷钱跑路了 还把纪北璇转手卖给了人贩子 从此以后 她就失去了纪北璇的消息 其实那批人贩子早就被抓了 他们在仓皇逃窜的时候 把孩子随手扔到了山上 为了减轻罪责 他们自然不会承认 自己多拐了一个孩子 幸好纪北璇的养母上山砍柴 才把纪北璇捡了回去 平平安安地养大了 订婚之后 纪北璇依旧住在黎家庄园 黎家庄园经过了全面的改造 只留出了一小部分的地方给人住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动物的乐园 卵鸟自然是其中的霸主 她独享着巨大的花房 谁也不敢探入神兽卵鸟专属的领地 恢复了记忆的古语 依旧顶了一张幼童的脸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记招西击痒坏了 现在的古语怪怪的 一点都没有当年的成熟稳重 成天就知道出去玩 华国已经装不下她了 她现在已经计划着要周游世界了 古语的身份证上是六岁 12年才能独立出门游览世界 所以她只能缠着家里人带她出去玩 古语的经历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上的 整个黎家都被她给整怕了 小松松在草坪上一跳一跳的 咔嚓咔嚓地啃着新鲜的坚果 小喜脱家带口地回华国探亲 身后跟着一群大大小小 毛色鲜亮的漂亮鹦鹉 狗王胡子随时可以进出黎家庄园 它颇有大将之风 许多灵兽都愿意听它的 省了纪北璇不少麻烦 大猩猩闪闪 花爆花花 熊狮小傲也在庄园里有了自己的巢穴 它们都是大型的猛兽 即使它们不在庄园里 其他动物也不敢动它们的底盘 小傲以前喜欢独来独往 行踪不定 所以才没被霍企抓到 躲过了玉龙雨林之战 那么大的场面 小傲没能参与其中 心里老不开心了 于是他最近总是黏着纪北悬 大有在华国安家的架势 白色麋鹿其实是想跟风眼住一起的 但他发现 风眼不是在京都市中心忙得不可开交 就是跑来离家找纪北悬 索性也住到离家来了 大宗雄实在是太大了 在庄园里住不开 只能在附近给他找了块山头 他还经常被巫城接回X国去 大宗雄在X国还是很有名气的 特别受欢迎 各种灵兽往来于庄园之间 天空中飞过五彩斑斓的鸟 还有雄鹰展翅 翱翔九天 纪北悬抱着金色的小昆鹏 心满意足地看着万年之前的盛景几乎重现 心里的缺憾正在被一点点填补起来 他把小昆鹏扔进了荷花池里 朝着来接他开工的风眼飞奔而去 全文完